第561章 出众的女人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林峰 清梦兴低语一声 看着兰娇 前笑道 她就是林峰 因为兰娇刚到天龙城 与林峰在一起的缘故 倒也让兰娇的师尊注意了林峰 清梦兴乃是兰娇的师姐 自然也查了查林峰的底细 对这名洞雪月的青年 她倒是也产生了几分兴趣 而且 林峰在天龙山 可是也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击败玄武经六重的元童 虐秦川 和崔无命对了一掌 这些 自然瞒不过清梦兴的耳目 嗯 她就是林峰 蓝娇点了点头 目光闪烁着 九阳草 兑换天灵芝 或血魂草一株 无事勿扰 清梦兴喃喃低语了一声 笑着道 你的小情人 似乎是拿到了 霍家的洛神丹丹方呢 那火诗韵 对她可真是不薄 竟将家族中的宝物 都给了她 师姐 你说什么呢 蓝娇白了清梦兴一眼 却见清梦兴笑而不语 看着那抬轿之人 低声道 停下 清梦兴的话音落下 软叫便停了响 连不轻移 那双狱族踏着软叫的阶梯 缓缓地朝着地面走下 顿时牵引着无数人的心 人群的目光 一个个盯着清梦兴的狱族 以及那雪白的沟壑之地 仿佛眼睛都要出来 武道之人 虽说意志坚韧 清心寡欲 但却也不是说无欲无求 无欲无求之人 便不能称之为人了 人活于世就一定会有欲望 嗯 此时人群的目光都微微凝固 只见清梦兴的狱族抬起 竟然缓缓地朝着 凌风摆设的地摊方向走去 难道清梦兴 对这九阳草有兴趣 可是不对啊 虽说九阳草珍贵无比 但清梦兴身为 新梦阁天赋最强之人 即便九阳草极为珍贵 他若是想要的话 应该也不会缺才对 除非 清梦兴他 想要打量的九阳草 但九阳草是吉阳之草 清梦兴又是柔女子 修炼的功法 也非阳属性 应该不可能会大量要这九阳草 只见清梦兴走到凌风的身边 他的身子竟然微微拱着 嘴角擒着魅惑的浅笑 喊了一声 凌风 凌风当然也感觉到了清梦兴过来 一股少女的幽香扑面来 却让人感觉清新自然 睁开眼睛 因为清梦兴身体微微拱着的缘故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 是那衣领深处 雪白动人的沟壑 以及那若隐若现的丰满 这一眼 竟让凌风的眼睛有些舍不得离开 心中忍不住都要赞一声 好美 呼 吐出口气 凌风的眼眸缓缓地上移 看向那张魅惑的脸庞 却见清梦兴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那暧昧的眼神 竟让凌风坚韧的意志 唯有几分动摇之意 这女人 是个真正的游物 比蓝娇曾经给她的魅惑之力 还要强很多 仿佛心灵都要失守 而且 此时她看清梦兴 给她的感觉 就是一个魅惑柔美的弱女子 甚至让她偶然间会生出邪恶之意 哪里会想到她恐怖的实力 恐怕任何人面对清梦兴的时候 都会被迷惑 忽略她强大的修为 很厉害的女人 凌风心头暗道一声 守住心神 让自己恢复平静 道 有什么事吗 清梦兴浅笑着摇头 道 没什么事 只是想看一看 让我师妹神魂颠倒的男子 倒是是怎样的一个青年 师姐 一旁的蓝娇喊了一声 让凌风愣了下 蓝娇 竟是清梦兴的师妹 这点 倒是让凌风颇为意外 你需要天灵芝 以及血魂草 清梦兴又对着凌风问了一声 凌风点了点头 血魂草我没有 至于天灵芝清梦兴笑了下 右手在左手的手指上戴着的斑蓝戒指中轻浮了下 动作都是那么的美 光滑闪烁 在清梦兴的手中出现了一株彩色的灵芝 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生命的灵气 这就是你要的天灵芝 给你 清梦兴将天灵芝递到凌风的面前 让凌风愣了下 给他 人群也愣住了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得到清梦兴的青睐 对着他浅笑 和他聊天 甚至还赠予他如此珍贵的天灵芝 我用九阳草 与你交换 凌风没有立即去接 而是开口说道 不过清梦兴却摇了摇头 说道 九阳草 我不需要 这天灵芝 就当我送给你的 清梦兴蹲下身子 将天灵芝放在了凌风的身边 对着凌风舞昧一笑 仿佛要勾走凌风的魂魄 随即他便转过身 抬起那修长的狱卒 缓缓地走向了软胶 他送给你 你就拿着吧 蓝胶对着凌风说了一声 随即也跟着清梦兴而去 软胶再度被抬起 随即缓缓地移动 清梦兴的目光 依旧在凌风身上 对着凌风点头笑道 你若是想要血魂草 可以去星辰店碰碰运气 谢谢 凌风对着清梦兴喊了一声 清梦兴没有说什么 依旧是那魅惑的浅笑 直到软叫前行 他的目光才一开 没有再看凌风 凌风目光闪烁不定 对清梦兴的印象 完全改变了 以前 他听蓝椒说清梦兴 只以为清梦兴是个放荡魅惑的女人 但此刻亲眼所见 他却看得出 清梦兴魅而不当 身上本就有着一股特殊的魅力 是非常优秀的女子 难怪她能有如今的实力和名声 清梦兴的优秀 从她来到凌风身边 微微俯身的细微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 那不经意间的动作 是魅惑 同时 也是对凌风的一种尊重 因为凌风是坐着的 如果清梦兴站着 自然就会有一种俯视的感觉 很多人都不会在意这一点 但清梦兴却在意了 他塑造出来的印象 就是没有半点的高傲架子 而且他的笑 除了魅惑 还有友好与柔和 凌风可以看得出 蓝椒对他这师姐 也是非常的尊敬 还有 清梦兴将天灵芝这等珍贵的灵草赠予他 眼神都未曾波动一下 很自然 这样的一个女人 而且是美道让人心生念想的女人 实在很难让人对他生出恶感 龙山帝国排名三甲的人 果然不简单 即便只是女子 光芒闪烁 凌风将地上的天灵芝 以及九阳草都收了起来 一挥衣袖 身体站起 眼眸中精芒闪烁 星辰殿 低语了一声 他竟然没有听过这地方 转过目光 凌风身形一闪 取出一枚中品原石 递给一人 问道 阁下 我想知道 这星辰殿 是什么地方 在哪 这人看到原石 立即笑了笑 虽然只是一枚中品原石 但只是回答一句 众人都知道的话 如何能不欣喜 这原石来得也太容易了 看来这青年 竟是外来人 连星辰殿都不识 凌风也郁闷 那日若不是蓝椒的师尊出现 将蓝椒带走 蓝椒不可能不告诉他星辰殿的 也不至于不知道 结果凌风手中的原石 那人痛快地道 这天龙城最大的交易场所 便是这里 星辰交易场所 不过星辰交易场所 也分内场和外场 我们现在所在的 便是外场 其实只是星辰交易场所的外面部分 而星辰交易场所的内场 便称星辰殿 在那里交易 全部受到保护 任何人不得动手抢夺 许多人拥有珍贵的宝物 都愿意到里面去交易 凌风一愣 嘴角浮现一抹苦笑 原来他来到这里都转了一圈 竟还只是在外场徘徊 然而 即便只是外场 便有不少好东西 那星辰殿中 定然更多重宝交易吧 难怪清梦星会建议他去星辰殿碰碰运气了 本章完 第562章 星辰殿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在星辰交易场所的东面方向 有着一座巨大的石雕 这石雕成星辰之状 矗立在哪 仿佛存在了很久 在石雕外围的两侧 许多人摆设着铺位在这里交易 往来的人群不断 似乎格外的热闹 凌峰 此刻便踏踏在石雕外围中间的小道上 目光偶尔投向两侧摆设铺位的人群 以及他们 要交易之物 没有他想要的血魂草 来到星辰石雕之前 凌峰仔细地看了一眼 便发现在那巨大的石雕中 有一个星辰之眼 正好差不多可以容纳一块原石 凌峰取出一枚上品原石 镶嵌入那星辰之眼当中 随即站在一旁等待的 片刻之后 一声嗡嗡的轻响声传出 只见那星辰石雕中间 竟出现一扇 朝着两侧拉开的石门 在石门内 则似乎是一条阶梯 好神奇之地 凌峰脚步跨出 他的身体刚进去 便听到轰隆一道声响 石门关闭 但此刻的凌峰 却浑然没有在意 只是看着阶梯的下方 再来回走动的人群 以及摆放在地面上的一个个交易铺位 星辰殿 果然在这里才是星辰交易场所的核心之地 只是 踏入这里面 便需要一枚上品原石 太奢侈了一些 凌峰暗暗说道 据刚才那人所说 这星辰殿 共有九个入口 它踏入的 只是其中一个入口 而且看这里面来往的人群 便也能看得出 人流有多大 这星辰殿 是一座浩瀚的地下宫殿 踏着阶梯往下 临峰目光 环视着两旁摆放的铺位 他们所交易之物 似乎很充沛 量很多 少侠 请问您来星辰殿 是为了寻宝 还是为了将宝物交易出去 此时 一道身影来到凌峰的身边 对着凌峰问了一声 为了寻宝吧 当然 若是我找不到我要的东西 也可能会摆设一个铺位 以物换物 凌峰对着这人说道 少侠 这星辰殿共有九环八十一道 每一环每一道的摆设 铺位所需的价格都不同 您可以告诉我 您需要什么宝物 也许我可以帮少侠推荐 这过来之人继续开口道 脸上带着浅笑 凌峰微微打量了 这人一眼 询问了一声 你是 少侠是第一次过来星辰殿吧 我是九环的管事之一 尽可能地帮助踏入星辰殿的人服务 这人回应说道 凌峰顿时对星辰殿 更是高看了几分 好周到的服务 星梦阁的势力 果然够强 这一座地下宫殿 竟有九环八十一道 他看到的只是第九环的其中一道 确实很惊人 我需要血魂草 既然是星辰殿的管事 凌峰便也不隐瞒对方 希望能早点找到血魂草吧 血魂草 那人喃喃低语了一声 似乎是在私存 随即眉宇豁然 仿佛是想起了斑 道 血魂草与九阳草斑 是珍贵灵草 至少在四环以内 少侠找到的可能性会更大几分 嗯 凌峰微微点了点头 又问一声 那我该如何去四环以内 顺着这九环外九道绕走 少侠自然会明白的 那人回应了一声 凌峰沉吟了下 随即道 好 我现在便过去了 希望少侠能够找到所需之物 那管事对着凌峰微微欠身 随即后退离开 凌峰听从那管事的话 走出这交易大殿 会有一条道 顺着这条道走了几步 果然他发现 这道乃是环道 就像迷宫一样 能够不断弯曲走向里面 走了一段片刻 环道便会有一个短暂的缺口 可以看到缺口的一侧 是宽阔的交易大殿 意味着走完了八十一道中的其中一道 这第九坏 拥有九道 凌峰走到了第四道的时候 找到了一扇门 门的上方刻着醒目的大字 八环 这星辰殿 好好看 凌峰心头越来越惊 踏入第八环后 他没有再慢悠悠地走了 而是身影如风 顺着第八环的环道飞速前行 即便如此 也用了一些时刻 才绕行完这第八环 找到第七环的入口 接下来 便是不断地循环往复 在凌峰跨入第六环的时候 竟然又需要缴纳一枚上品原石 因为第四环到第六环 属于中三环 第七环到第九环 是外三环 星辰殿 是取浩瀚若星辰之意吗 凌峰踏入第四环的时候 忍不住低语了一声 这星辰殿 太过浩瀚了 若是里面的环道稍微错开 绝对是一座迷宫大阵 能将人困在其中 到了第四环 凌峰没有再继续沿环道闪烁 而是步入了其中一座大殿 这里面交易之物 对他而言 已经算是中宝了 没有一件是反品 全部都是兵器 而是 是中品玄器 跨入第五层之后 凌峰就发现了这一点 每一道之中的交易大殿 都已经是专属交易大殿了 就如眼前的 玄器专属 除非兵器专属外 其他道的大殿 有灵草专属交易殿 有功法武器交易殿 有丹药交易殿 总之 每一环的酒殿 将午休所需要之物 基本都囊括在了其中 在雪月国 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宝物 聚集于同一场所交易 这龙山帝国的新陈殿 至少是经历了千年的陈殿 才会有这等规模 凌峰以前确实没有想到 蓝交所在的新梦阁 竟有这等恐怖的势力 在兵器店逗留了片刻 凌峰便离开了 找到了灵草专属大殿 这里才可能找到他需要之物 走进灵草殿 宽阔之地 大概有几百人左右 那些铺位都是在地上 间隔着同样的距离 应该是星辰殿的规定 在这里摆设铺位 价格恐怕不低 摆设铺位的人群 年纪都颇大 大多都是老者 很多人甚至都背着一个破旧的药篓 看起来根本没有半点的前辈之样 但凌峰很清楚 这些人绝对没有一个是简单之人 在大殿中巡视了一周 凌峰还是没有找到血魂草 不由得颇有几分失望 走到一处铺位前 凌峰的身体蹲下来 对着摆放铺位的老者道 老人家 这火莲 是什么灵草 这老者摆放的铺位上 放置的灵草 是一朵朵莲花 绚丽的火红色莲花 而且 其中似乎透着丝丝火属性气息 赤血红莲 能够增强人体的火属性 提升火焰体质 年轻人 正好和你修炼的功法匹配 老者看着凌峰 那双小眼睛 却仿佛要将凌峰给看透来 什么价 凌峰询问道 一百上品原石 一株 老者开口说道 让凌峰心头一惊 好恐怖的价格 不过对于一些厉害的五修而言 遇到真正需要之物 根本不会不舍的原石 太贵了 凌峰摇了摇头 他发现 和帝国的人相比 他实在太穷了一点 若是能够成为一名厉害的炼丹师 在丹药专属大殿 摆设一个铺位 收入绝对惊人 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而言 一点也不贵 老者笑着摇头 我手头上拥有的原石不多 凌峰歉意地一笑 对着老者问道 前辈 你可知道 这边哪里有血浑草 老者目光微宁 惊异地看了凌峰一眼 随即笑道 血浑草比我这赤血红莲还要珍贵 你可以去第三环的灵草殿看看 也许那里会有 好 谢谢 凌峰站起身来 看来还是要到内三环去 抬起脚步 凌峰便直接跨出了大殿 继续沿着环道 前往内三环 这进入内三环 竟然需要缴纳五枚上品原石 可见 对能够踏入这里面的人而言 五枚上品原石 根本不算什么 本章完 第563章 抢夺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星辰殿的第三环灵草殿中 凌峰刚来到这门口 就感觉到 一股浓浓的药草之味 扑鼻而来 有的灵草是香气宜人 而有的药草 则是微有些刺鼻 当然 并非说香味扑鼻的灵草 就要比那些刺鼻的灵草要好 世间灵草亿万 数之不尽 没有任何一名药师 或者炼丹师 敢说自己识的天下灵草 凌峰步入其中 这灵草殿 比第四环中的灵草殿 还要浩瀚辽阔 但却显得要安静不少 许多人都 只是在安静地走着 寻找着自己需要的灵草 也有人在低声做着交易 血魂草 通体血红之色 甚至可能 带着一丝魂气 凌峰心中自语 脚步在灵草殿的铺位前 一个个地寻视着 当凌峰走到灵草殿 深处之时 他的瞳孔 微微一凝 找到了 凌峰拳头 微微握紧 在他的视线当中 便有一株通体 血红的灵草 仿佛有生命般 透着一缕缕魂气 铺位的主人 是一名老者 身前放着一个 不大的竹篓 微微垂着眼 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他的铺位上 只有那一株血魂草 没有其他 因此显得格外的显眼 凌峰一眼便看到 忽凌峰吐出口气 让自己放松来 这灵草的交易 并无恒定的价格 他表现得越为在乎 对方可能开价越高 他可承受不起 那从九剑峰得到的原石 都快被他给挥霍干净了 依旧是蹲下身子 凌峰可不会站在高处 俯瞰别人 那样显得不礼貌 前辈 这血魂草 如何交易 凌峰客气地问了一声 那老者懒散的目光 看了凌峰一眼 笑了笑 露出了几分兴趣 你想要他 用来做什么 老者没有立即回答凌峰 而是开口问了一声 我一个朋友需要 正巧我在这里遇到 看不能帮他弄到手 凌峰随意地说了一声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不怎么在意 他自然不会告诉对方 他是想要炼制洛神丹 生意之道 凌峰还是了解一些的 哦 那老者笑盈盈地看了凌峰一眼 随即劝了一声 那你还是让你朋友自己来吧 这血魂草价格太昂贵 你弄去的话不值 说不定你朋友还不知道 你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老者的话 让凌峰目光一宁 将果然还是老的辣 这老家伙 好聪明 以退为进 没关系 我这朋友 也非是一般的朋友 一株血魂草 我应该还能够送得起 钱被开价便是 凌峰不在意地说了一声 哦 老者低声应了句 看着凌峰 目光闪烁 随即 他伸出了五个手指 五十上品原石 五十上品原石 你自己觉得可能吗 老者似笑非笑地道 前辈 虽说这血魂草 非一般的灵草 但若说五百上品原石 是不是太过昂贵了点 凌峰皱着眉头道 血魂草 充实血肉 滋补魂魄 五百上品原石 直了 老者摇头笑道 凌峰皱着眉头 沉默了下 似乎是在思考 片刻之后 他才抬起头 对着老者道 前辈 我身上原石可能不够 你看不如这样 我以一株九阳草 交换你一株血魂草 如何 九阳草 老者目光一闪 眼中透着一道锋芒 这一幕 让凌峰心中微愣 随即嘴角露出了一丝 胸有成竹的笑容 看来没有问题了 九阳草 虽和血魂草 是同一级别的灵草 然而 对我却没什么太大用途 我还是想要一些原石来的实在 老者又缓缓地开口 道 不过 若是这九阳草 能再加上一些上品原石的话 我或许能考虑一二 看来前辈的确对九阳草 没什么性质 凌峰笑着站起身来 随即就要抬起脚步 平静 淡然 老者盯着凌峰 却见凌峰的脚步跨出 是真的跨了出去 他的眼眸闪了闪 终于开口道 你等等 凌峰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看着老者 皱眉问道 前辈还有什么事吗 你这小娃子 太精明了吧 老者笑着摇头 道 拿去吧 一株九阳草换去血浑草 我们各取所需 谁也不会吃亏 听到此言 凌峰的脸上 也绽放出了笑意 又后退了几步 重新回到了老者的摊位前 如今 药材灵草算是都收集好 就差他的炼丹火后 便可以开炉炼丹了 光芒闪烁 凌峰的手中 出现了一株九阳草 将之地给老者道 前辈 你收好了 老者也不客气 锋芒闪烁 将九阳草接过 而凌峰 手却是朝着 铺位上的血浑草而去 脸上同样露出了一抹笑意 正如老者说的那样 他们二人各取所需 等等 就在这时候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随即凌峰就感觉一道幻影掠过 快到不可思议 一只幻影之手 出现在凌峰的眼中 嗯 凌峰眼眸一颤 他的手掌同样颤出 朝着地面上的血浑草抓去 两只手 同时握住了地面上的血浑草 凌峰看向那另一只手 羞长而白皙的手掌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冷漠之色 脑袋转过 凌峰看向自己的侧面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精致冷漠的脸孔 一张阴气人的女人之脸 这血浑草 已经是我的了 凌峰冷漠地吐出一道话音 既然还没有到你手中 就不算你呢 那女子的嘴中 吐出一道冷漠的话音 随即看着老者道 这血浑草 我要了 它出什么价 我可以加一倍 嗯 凌峰的眼眸一凝 寒光闪磨 这女人也太霸道了吧 她都已经附了九阳草 这株血浑草 从原则上而言 已经属于她了 阁下 这血浑草 已经是这位少年的了 你若是要的话 可以问她卖语不卖 老者淡淡地说了一声 顿时让凌峰 生出几分好感 这老者 做事还是非常有原则的 女子的目光 朝着凌峰看去 直接吐出一道话音 让给我 凌峰冷笑 别说这血浑草 对她有大用 即便没用 以对方这种态度 她可能让给对方吗 抱歉 请你将手一开 凌峰冷冷地吐出一道话音 但对方的手却动也不动 紧紧地握住这血浑草不放 让给我 我说了 出双倍之甲 女子再度开口 语气依旧生硬冷卧 不让 凌峰的声音越来越冷 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孔 眼中透着一道道寒芒 你若再不放手 莫怪我不客气了 凌峰冷喝道 那女子没有理会凌峰 目光 依旧凭劲冷卧 没有半点的动摇 滚 凌峰张开嘴 一道大喝之声滚滚地吐出 声音当中 透着强烈的仰火之气 赤热无比 仰火真元 直接朝着女子扑杀过去 那女子目光一凝 尖叫轻点 手终于松开来 放开了凌峰握住的血浑草 若是她刚才不肯放弃 血浑草便被毁了 女子退避开来 身上却有着一股可怕的气息 绽放而出 将凌峰浑身笼罩其中 凌峰将血浑草收了起来 身体同样站起 冷漠地看着女子 一股压抑之气 在空中卷动 离恨 你又在惹事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声音从殿外传了过来 人群的眼眸落在那人身上 这是一年轻的男子 浑身修长 虽不为暗雄壮 却显得格外的气质 整个人从头至尾 都透着一股气 贵气 浑身上下 那丝浑然天成的自信感 仿佛与生俱来 这男子算不得俊逸美男 但看一眼 绝对能将他深深地记住 本章完 第五百六十四章 强大的青年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凌峰扫了这男子一眼 身形修长 面目清朗 气质非凡 应该是那种世家子弟 才能有这种气质 你要的血浑草 黎恨听到男子的话头也不回 低声说了句 目光却一直是凝视凌峰 在星辰殿 原来也有人敢如此无礼的 凌峰低声说了句 却见那女子毫不在乎 身形突然一颤 朝着凌峰直奔而去 拿过来 女子的手掌 朝着凌峰扑出 顿时一股阴柔的掌风 朝着凌峰袭去 将凌峰的衣衫都吹向来 哼 凌峰冷哼一声 没想到这女子如此大胆 心神一动 大日焚天晶运转起来 阳火真元在手掌中流转不休 她的手掌当中 全部都是阳刚之火 和对方的阴柔截然相反 回去 凌峰怒喝一声 在那股阳火真元燃烧之下 空间发出痴痴的声响 凌峰的手掌和离恨的手中 瞬间碰撞在一起 发出几道沉重的闷响 双掌相交 一股阴阳气流旋转 凌峰直觉一股阴柔之力 要穿透一切 顺着自己的手臂往上蔓延 而离恨则是感觉到 一股炽热的阳火之气 要焚烧她的手臂 血浑草 交出来 离恨脚步往前一跨 顿时一股恐怖的阴柔气息 清洗凌峰 让凌峰的身体一颤 猛然间后退闪避开来 而离恨脚步却没有推半步 依旧矗立在那 去 凌峰冷喝一声 阳火真元席卷而出 朝着手臂扑过去 将那股阴柔掌力化解 离恨却只是手臂抖动了下 顿时手臂上的衣袖裂开焚毁 一股炽热之气 从她的手臂中渗透出来 被轻易地化解掉 好坚韧的女子 凌峰目光一凝 这离恨 目光始终冷漠坚韧 战斗起来透着一股狠镜 似乎不达目的 便不罢休 凌峰目光盯着她 越来越寒 这血魂草 她好不容易得到 这女子竟说抢就抢 岂有此理 炽热的阳火真元再度凝聚 凌峰的手臂上 仿佛有着一团火焰缭绕在那 充满着炽热的气息 同时 在那火焰当中 一股黑暗的气流流转 让凌峰只感觉 手臂上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四千佛魔力 全部汇聚于手臂当中 此时 离恨的身体再又一颤 扑向凌峰 依旧是阴柔的一掌 没有任何的花哨 而且这一掌 比刚才更强了几分 滚 凌峰脚步一踏地面 顿时大电都微微颤抖了下 她的脚步连续三步跨出 每一步落下 身上气势陡增 三步落下 她的手臂周围 竟有一团气流在席卷 不停地舞动着 透着几分黑色的 阳火真元气流 轰隆 一道沉重的 闷响之声传出 九转佛魔力 加上阳火真元的力量 凌峰这一掌的威力 能将玄武精六重之人 都震飞 凌峰身体狠狠地颤动了下 随即脚步连退 一步一步 退回到原地 仿佛很不甘心般 垂在那的手臂有些发麻 凌峰手掌绽放的力量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凌峰站在那 目光依旧冷漠 盯着对方 手掌周边 依旧有一股流转不休的气流在肆虐 大殿中的人群 都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的战斗 凌峰的气息 是玄武精四重的气息 而离恨 玄武精六重 第一掌碰撞 是离恨占据上风 而第二掌 玄武精四重的凌峰 竟然逆转 击退离恨 离恨的目光 依旧是那么的冷 盯着凌峰不放 竟然还想继续动手 离恨 够了 此时 却听那气质青年 开口喝住她 她才将身上的气息收敛了些 气质青年脚步抬起 走到离恨身边 对着凌峰微微点头 道 抱歉 我这妹妹脾气有些暴躁 因为知道我需要血魂草 所以才会如此 阁下莫怪 凌峰沉默 这气质青年 倒显得很大度 歉意有几分真诚之意 阁下实力很不错 天龙城的俊杰之辈 我都知道一二 阁下应该不是 莫非是雪月国来人 气质青年笑着问道 他竟然能够一眼 就肯定凌峰不是天龙城 而是雪月来人 看来此人 也绝非什么寻常之辈 否则天龙城天才俊杰那么多 他怎么会知道 凌峰不是其中之一 是 凌峰点了点头 应道 雪月国 凌峰 气质青年低问一声 让凌峰目光威宁 有几分诧异 没想到 对方尽认的自己 我是凌峰 凌峰道 果然 我便说天龙城 还没有出现 能够越两大级别挑战的 天才之人 气质青年 洒脱一笑 道 所谓不打不相识 今日一见 也算是缘分 我妹妹的无理之处 还望见谅 哎 我们定还有机会见面的 青年说着 便转过目光 看向离恨 道 离恨 跟我回去 离恨目光闪了闪 随即脑袋微微低下来 轻声应道 好 说吧 气质青年便和离恨 一起离开了这灵草殿中 凌峰看着那两人的背影 感觉有些奇怪 他们真是兄妹 他分明看得出 离恨那女人 对他人霸道蛮横 但对那气质青年 却是敬畏 并不像是他的妹妹 而像是 属下 玄武经六重的强者 才只是他的属下 那么 青年的实力又如何 还有 他是何身份 目光转过 凌峰的眼眸 落在和自己交易的老者身上 那老者看到 凌峰向自己看来 对着凌峰点头浅笑 不错 玄武经四重的修为 竟能够对抗 玄武经六重强者 潜力无穷 凌峰没有太在意老者的夸奖 而是问道 前辈 这星辰店有自己的规矩 保护交易之人安全交易 为何那女人蛮横出手 却没有星辰店的人出来制止 年轻人 你要明白 规矩为人定 自然也有人打破的 那丫头的实力你也看到了 玄武经六重 至于那青年 你猜他的修为如何 老者对着凌峰笑问道 凌峰摇了摇头 道 不知 他和你一样 修炼了隐匿之术 以天眼之术 是看不到 他修为如何的 但看人的修为 可以观其精气 血气 因此第一眼看到你 我便没有认为 你是玄武经一重修为 至于那青年 他的精气饱满 没有任何缺口 血气方正 浑然天成 他的境界 比老头我要高 老人笑着摇头 目光中透着几分 迟目之意 似乎是在感慨自己老了 连一青年的修为 都超越了他 凌峰心头一颤 比老人 还要高 老者的修为他也看了 玄武经七重之境 已经踏入了高阶玄武之境了 而那气质青年 竟比老者还要强 那么 他的身份 以及在龙山帝国的地位 无庸置疑了 正因为此 所以星辰殿的人 将这里发生的战斗无视了 规矩之外 还有潜在的规则 谢前辈指教 凌峰对着老人客套了一声 之后没有继续在星辰殿中逗留 这里的东西 也已经不是 他能够交易得起的了财 除非是拿九阳草去换 但九阳草这等吉阳灵草 还是自己留着一些为好 凌峰走出星辰殿后 发现此刻的天色 竟已经黑了下来 而刚才在星辰殿内 却灯火通明 犹如白昼般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不过 即便天色已黑 星辰交易场所 依旧使人群往来不绝 极其的热闹 交易依旧在继续 凌峰已经得到了他需要之物 此行也算圆满 便没有再继续逗留 身形不停地闪烁 没过多久 就出了星辰交易场所 不过 在离开星辰殿不久之后 凌峰却有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这种感觉 对他而言 一点也不陌生 本章完 第565章 围剿凌峰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身形闪烁的速度越来越快 凌峰在黑暗中奔腾飞驰 如一道剑矢般 在暗夜中穿梭前行 但随着凌峰身形的闪动 那股窥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窥视了 对方没有再隐秘 而是直接朝着他追踪过去 好快的速度 凌峰心头微微一惊讶 他闪烁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追踪他的那一股股气息 却越来越强烈 显然对方与他的距离 一点没有被拉开 甚至越来越近 这次追踪他的人 实力都非同小可 就在此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突然地传来 让凌峰心头一颤 身体顺心逆转 朝着左侧方向击射而出 轰隆 黑夜当中传出几道颤动的声响 凌峰刚才所在之地又有几道身影冲天起 将前路封死 哪来的这么多强者 凌峰心头暗颤 在天龙城 他得罪的人不多 只有那么几人 然而此刻竟然出现这么多人截杀他 不知道是何方之人 全部都非常厉害 无意拥手 身体朝着左侧及尺 而刚才堵截于前后之人化作两行 一起追踪他 紧追不舍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哗啦啦的声响传出 凌峰来到一片河流的上空 身体居然间止住 因为此刻的他 已经被人拦截住了 后面的人 有人将他追上 阻截在他前方 黑夜中光芒闪烁 很快 凌峰整个人 就被团团地围住 围在了这哗啦啦的河流上方 目光一扫周围的人群 一个个全部都披着长袍 将全身都笼罩在黑暗当中 凌峰能够看到的 只有一张张冷漠的脸孔 全部都是陌生的脸孔 凌峰他敢肯定 绝对没有见过这些人 你是什么人 凌峰冷漠地问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黑夜当中 唯有哗啦啦的水声在流淌 不断地传入耳中 其他人的人 都是一片死寂 没有半点声音发出来 脚步一踏虚空 凌峰的身体 再度腾空而起 往上攀升 围在他周围的身影 也同时动了起来 随着凌峰的身体一起上升 始终将凌峰围困在内 不过就在此时 凌峰的身体 居然坚止住升空之势 朝着下方坠落 快到不可思议 那些黑袍人一愣 随后也随凌峰的身体一起动了 但凌峰是随心所欲 他们却跟着凌峰突然而动的 速度自然不如凌峰 而且还快慢步一 脚步一颤 凌峰没有再下降 而是击射出去 想要逃离对方的束缚 哪里去 一人猛喝一声 直接朝着凌峰 就是一拳轰杀过来 黑夜中真缘流转 化作绚丽的白光 滚 四千佛魔里 汇聚于拳中 凌峰同样轰出了一拳 快到闪烁 视若奔雷 一往无前 轰隆 双拳碰撞 凌峰只感觉拳上一股大力传来 让他的拳头有些发麻 此人的实力 玄武精六重 不过这一拳 对方也不好受 真缘肉体力量 碰撞凌峰的四千佛魔之力 即便境界比凌峰高 依旧闷哼一声 仿佛拳中的骨头 都要被轰得碎裂掉 杀 凌峰怒吓一声 滚滚的杀伐之气 咆哮而出 恐怖无比 对方这一拳虽然猛烈 但没有半点 阻挡他一往无前的气势 凌峰的身体 仿佛化作了一柄剑 所向披靡之剑 双手一合 浑身沐浴火焰光芒当中 璀璨无比 人如剑 剑若人 人剑合一 又蕴含可怕的剑道意志 那玄武精六重之人 被震得后退 便看到凌峰一往无前的冲来 不由得心头一颤 眼眸中 生出了一丝怯弱之意 他的示弱 但凌峰之势 却视如破竹 灭杀一切 其他人都心头一惊 凌峰他一上一下 随即果断出手 快到不可思议 为的就是要找到一个缺口打开来 找死 一道怒吓之声传出 随即凌峰就感觉 身后一股股狂霸的力量摧残而来 但他却恍若未觉 天地间围有着摧残的杀伐一剑 聚全部杀伐 融入一剑当中 这一剑融合他的剑道 他的杀伐剑道意志 去死 那人怒吓出声 一股澎湃的力量凶猛地吐出 天地滚滚 可怕的浪潮朝着凌峰扑过来 然而这剑 势如破竹 毁灭一切 无可阻挡 咻 剑芒闪烁 黑暗的空间 有一抹陷血在虚空中绽放 那强者的身体 在这一剑之下 竟被直接穿透 一剑劈开 轰隆 后方恐怖的掌力降落 却只是轰击在了那尸体上 直接将尸体轰得从虚空中消失了 后面的人群全部心头一颤 这凌峰 实力果然可怕 难怪要他们这么多人来截杀他 若是只来挤人的话 恐怕真会全部死在他的手中 战斗才刚刚开始 就有一个强者陨落了 聂处 一道怒吓之声传出 虚空中一道可怕的掌力 朝着凌峰轰杀过来 这手掌遮天蔽日 将凌峰整个身体都笼罩住了 由真元所化的聚灵手掌 高阶玄武强者 凌峰的瞳孔一凝 挥出这一击之人 是玄武镜七重的强悍存在 到底是什么人要杀他 出动了几十位如此多的强者 甚至 还有玄武镜七重的强者在里面 杀 怒吓一声 凌峰双手凝见 黑暗的杀伐之剑 双手中的剑同时劈杀而出 空间出现两道恐怖无比的杀伐剑痕 斩在那恐怖的巨灵手掌上 但碎裂的真元掌力依旧前行 轰隆隆的降临凌峰身上 凌峰脸色难看 气剑挥出 四千弗魔力在手中流转 狂把无比的拳头 轰在这毁灭的大掌之上 发出轰隆隆的震烈声响 轰隆隆 恐怖的碰撞力量让凌峰感觉浑身内斧都在翻滚 身体猛然被狠狠的震战退开 去死 又是一道冰冷的鹤声传来 一股熟悉的感觉从虚空中降临 在黑夜当中 凌峰仿佛看到了一头巨像 力大无穷的恐怖巨像 在发出相名之声 万象之烈 凌峰的瞳孔一阵收缩 万象之力 万象宗的手段 这些人 是天风国的人 可惜 即便万象宗是天风国第一宗门 但凌峰依旧不可能相信 万象宗能够派出如此强大的阵容 过来对付他 几十名玄武镜六重的强者 再加上一强大无比的玄武镜七重之人 这股势力 羽家拿不出 岳家拿不出 万寿门也拿不出 而且相差很远 天风国和雪月国并列 同为龙山帝国附属 万象宗 怎么可能 有一股如此可怕的力量 除非 只有一种可能 凌峰心头震惊 绝对没错了 他杀的天风国之人 可不仅是有万象宗的天才弟子 还有天风七始中的好几人 甚至 有天风国的皇子殿下 封臣在其中 这等仇怨 天风国不可能不记得 迟早回来找他凌峰报仇 只是凌峰没有预料到 这复仇来得这么快 对方似乎掌握了 他的行踪一样 从星辰交易场所追踪 并在他归途设下埋伏进行伏击 一切都仿佛算得死死的 虽然被震退 但凌峰的四千佛魔力 依旧在瞬间聚起 朝着那几万象的力量轰击过去 又是轰隆隆的颤抖之声传出 凌峰的身体再次被震退 嘴中传出一道闷哼的声响 脸色微有几分苍白 身体稳住 凌峰气息微有些浮动 冰冷地盯着人群吐出一道声音 天风国的人 很好 如此多人来追杀我一人 倒是真看得起我凌峰 哼 一道冷哼之声传出 只见那玄武镜七重之人 一步跨出 冰冷地道 今日 你必死无疑 插翅难飞 本章完 第五百六十六章 继杀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凌峰瞳孔渐渐变冷 漆黑 冰寒 化作那无情的黑暗之瞳 黑夜中 看到凌峰的瞳孔 那些人群竟忍不住 心头微微颤动 好冷的一双眼眸 然而杀意 依旧凌冽 他们这么多人在 不可能杀不了凌峰 好 虚空当中 紫色的妖蛇咆哮 疯狂地冲了出去 哼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冷哼一声 手掌一颤 顿时紫舌溃散 化作无尽的汪洋 朝着那些人卷过去 滚开 一道道狂霸的掌风轰出 那紫色武魂 竟然无法进那些强者的身 被掌力阻隔在外面 瘦 凌峰心中低喝一声 紫光湮灭 全部回到他的身体 而同时 他的身体又一次动了起来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盾去 几十名玄武镜六重的强大存在 他杀都杀不尽 这股势力 着实有点可怕 还逃得掉吗 那玄武镜强者一步跨出 身影如风 其他人也纷纷闪烁 朝着凌峰追击过去 一定不能 让凌峰跑了 凌峰在前方逃顿 漆黑的瞳孔 没有任何感踩 他的身体 突兀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真元之火 而也在同时 四千佛魔力疯狂地运转 在凌峰的身体中 流转奔腾 给我留下 一道大鹤之声传来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速度最快 凌峰根本摆脱不了 他的追踪 很快就被他追上了 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后 赚到一道可怕的掌力 但就在对方出掌的一瞬间 凌峰仿佛是察觉到了一样 身体居然间下坠 恐怖的掌力 插着他的头顶上 空轰击过去 轰隆隆 一道声响传出 只见凌峰下坠的身体 直接破开一座山峰 身体钻入其中 让那些虚空中的身影 都微微一凝 随即全部都朝着下方 那山峰杀过去 轰隆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怡然不惧 身体顺着凌峰钻入的地方 直接转进去了 玄武镜七重的他 无所畏惧 其他人则是身形闪烁 将山峰团团地围住来 这一瞬间的动作 快到不可思议 甚至完全都是 靠着本能的反应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被打通的山峰洞口 从上至下 一片漆黑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紧随凌峰 面色寒冷 冷喝道 停下来吧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他只看到那团火光 在熊熊地燃烧着 两旁的石块 甚至都被烙得通红 恐怖用不了片刻 凌峰就要冲到山峰的地段 你再逃 也逃不脱我的手掌 那玄武镜七重之人一台手掌 顿时手掌中 汇聚一股可怕的力量 只要一追到凌峰 这掌力往凌峰身上映过去 不幸凌峰他不死 是吗 火光一闪 凌峰身上的无尽火焰 突然间仿佛消失了一样 变得暗淡了一声 森冷的声音在山壁间回荡 只见凌峰的身体 居然间转过 手中拖着一朵黑暗莲花 映照着他那张 无比冷漠的脸庞 这黑暗莲花沉寂 无声 但周围粉碎的山石 一旦触碰到他 便瞬间化作虚无 黑莲所蕴含着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毁灭力量 那玄武镜七重之人眼眸一凝 内心狠狠地颤抖了下 控制住身形 停止继续往下 同时那狂霸的掌力 直接朝着凌峰轰杀过去 但凌峰的身体 也根本就没有停留 半刻都没有停留 在话音落下的瞬间 便腾空而起 手中托举着黑莲 不停地往上 凌峰升空的时候 那玄武镜七重强者的身体 还在下降 是 是 掌力与黑莲碰撞 一股寂灭之气传出 周围的山壁全部毁灭 化作灰烬 那掌力也湮灭无影 毁灭的黑莲 随着凌峰的身体 继续朝着上空奔腾 哼 那玄武镜七重强者的身体终于止住 脸色巨变 身体逆转 脚步狂猛地 一塌两旁的山壁 顿时山壁再往内凹陷 而她的身体也腾空 快到不可思议 恐怖的毁灭力量 就在她身后 好可怕 她没有想到 凌峰镜还能释放出 如此可怕的黑莲 若是本着黑莲击中 她也只有被毁灭的份 快 再快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脸色紧紧地凝着 内心狂乎 身后的毁灭力量 依旧压抑 但她分明感觉到 距离她太近了 只要她敢停留一下 就将死无葬生之地 死吧 一道宛若死神的声音 从虚无中传出 在这被劈开的洞中回荡着 森寒 忧冷 不 不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仿佛感觉到了死神的降临 心头狂颤 加速 再加速 但依旧来不及了 凌峰的速度本就快 在以身体中所有的力量 全部聚集于手掌中 将黑莲送了出去 那黑莲 就像是黑色的毁灭流光一样 啊 我的脚 凄厉的惨叫之声 远远地传出 让山壁之外的人 身形全部都狂猛一颤 这是那玄武镜七重强者的声音 惨叫声音 啊 啊 可怕的惨叫声依旧 随即他们就看到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身体冲天起 不过此刻 他的下半身 正被一团漆黑无比的火焰残绕 焚烧 瞬间化为黑色的寂灭之火 这火焰不断往上 蔓延至他的腰部 他的胸口 心脏 人群的眼眸 全部呆滞在了那里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的脑袋 仿佛都停止了思考 好可怕的火焰 这这到底 发生了什么 这可怕的火焰 是哪来的 啊 惨叫声依旧 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冲向天空 不停地哀嚎着 阻挡不了火焰 继续焚烧他的身体 杀了他 他燃烧了真元 一定要杀了他 那黑色的火焰焚烧至 脖子 最后是头颅 堂堂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死 被凌峰抹杀 留下了一道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怨毒声音 在他死前 恐怖最猛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死 死在凌峰的手上 人群也没有回过神来 看着虚空那团黑色的火焰 那玄武镜七重强者的身影 已经消失了 彻底地在火焰中 化为虚无 灰烬 死了 死在他们的面前 在毁灭的幽冥之火中 化为虚无 转过目光 他们再看向那洞口 山峰的洞口 林峰和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就是从那里冲进去的 而那玄武镜七重强者 也是从那里冲出来的 但却携带了毁灭的火焰 而林峰 却消失不见 依旧留在了山峰的深处 那有黑被林峰开辟的山洞 就好像是死亡之洞 甚至没有人敢过去看一眼 林峰在里面如何了 即便那玄武镜七重强者 临死之前说 林峰燃烧了全部的真元力量 但这又能如何呢 谁敢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万一林峰还有一口气 再度释放出了 这可怕的毁灭火焰呢 那岂不是谁先进去 谁死 人群一个个站在那里发呆 看着山峰发呆 事实上 此时的林峰 的确已经耗尽了真元力量 为了击杀那玄武镜七重的强者 他将几乎全部的阳火 真元融为幽冥黑莲 一击必杀 所幸 他成功了 玄武镜七重境界的强者 被他杀了 但现在 他却不敢出去 没有真元的力量 他面对几十名玄武镜六重的强者 太危险了 周围的空间 一片死寂 所有人各自盘算着 没有人去打破这股可怕的寂静 沉默了许久 那些黑袍人中有一人 仿佛突然清醒了过来 道 诸位 他即便没有燃烧竞争源 恐怕也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山峰毁灭掉 破他出来 林峰听到这话目光一宁 对 他们竟然都冲昏了头脑 忘记思考了 现在 林峰不出来 他们破林峰出来 本章完 第五百六十七章 强弩之末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好 就这样 我们动手 众人纷纷同意 目光冷漠 随即身上都有强大的力量释放出来 全部朝着那山峰轰过去 请客间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山石崩裂 飞沙走力 整座山峰 在几十名玄武精六重强者的轰击之下 外面一层瞬间被包掉了 再来 又是一道大鹤之声传出 只见一人身体颤动 朝着那山峰奔去 恐怖的掌力 直接印在了山峰之上 山峰出现了一道裂缝 轰 轰 轰 一道道可怕的崩裂之声不停地响起 山峰上不停地出现巨大的裂缝 咔嚓地声响传出 那些裂缝扩张 连接在一块 让整个山峰寸寸裂开 轰隆 这些人的攻击还没有停止 仿佛没有止境 终于 偌大的山峰 终于坍塌掉 人群身影闪烁 站在一旁 看着那坍塌被移为平地的山峰 目光不停地闪动着 没有看到凌峰 即便这山峰被移平了 都没有见到凌峰的影子 这让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他在地底 注意观察 又有人喝出声来 目光盯着地下面 山峰中没有人 凌峰就只有可能继续朝下 钻入了地底 但凌峰到了地底 就大受限制了 因为他只要在地底蠕动 就会产生动静 他们必然知道 而凌峰却成了盲人 看不到他们的 看来他真的差不多了 宁愿躲在地底都不敢出来了 害怕面对我们 只要注意点 一定能击杀他 一道声音传出 只见一人黑袍一颤 脚步跨出 直接朝着那坍塌的山峰地下 轰出一掌 轰隆一声 恐怖的掌力 让那里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凌峰的影子 唯一的可能就是 凌峰 刚才趁着他们轰击山峰的时候 蠕动了身体 在地底移了位置 让他们一时找不到 攻击地底 同时注意好了 又有一人喝道 随即人群时身上真元凝聚起来 意识铺开 紧紧地注意着地面 动手 轰蹦蹦 几十名强者 又开始轰击地面 瞬间地面坍塌 周围之地全部轻翻 石块全部崩裂 还是没有人 他们依旧没有看到凌峰 从中间开始扩散 扫荡 不幸他不出现 刚才那人冷冷说道 人群点了点头 真元的力量再度开始凝聚 准备继续轰击地面 不幸破不出凌峰来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地底当中 一道轰隆隆的声音传出 只见一处的地面 开始蠕动了起来 朝着远处蠕动 非常的快 那里 杀 人群大喝一声 朝着那蠕动的地方奔腾而去 他们的真元力量全部凝聚 嘴角带着冷冽的笑容 这次凌峰 他死定了 哄 恐怖的一击 直接将蠕动之物阻结 那一块的地面 全部都坍塌 从地面当中 一柄断剑飞了起来 让人群的目光 全部都是一鸣 啊 惨叫之声突兀地传出 让人群豁然转身 随即他们就看到一道 他们的一位同伴 整个人被剑劈开 同时 从地底当中 冲出了一道身影 那身影杀人之后 没有半刻的停留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逃顿而去 正是凌峰 上当了 人群的心咯噔一声 脸色难看 他们 上凌峰当了 刚才 他们只需要再有一波的攻击 就能迫使凌峰出来 但凌峰在这时候 用剑挥出去 让地面如动 他们激动之下 误以为凌峰出现了 全部心神全部在那里 却不料 凌峰就在其中一人的下面 突然间杀出 又将他们的一名同伴抹杀掉 好狡诈的家伙 追 人群一个个脸色难看 朝着凌峰追击过去 此时的凌峰 瞳孔依旧是那么的冷 身上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杀伐之气 他利用刚刚恢复不多的真元力量 顺杀了一人 现在 剩余的真元力量又不多了 在凌峰的双手当中 此刻 竟然都还握着原石 飞速地恢复着 追 追上 他他必死无疑 他已经没有了真元力量 再靠原石恢复真元 有人注意到 凌峰手中原石 兴奋地喝了一声 让许多人目光一宁 随即都看到 凌峰在利用原石恢复 心中不由的暗息 追击的速度都加快了几分 刚才前面之人 还是有点顾忌 不敢用全力的 担心凌峰又会来一次毁灭的攻击 好 紫色的光芒再度腾空 在凌峰的身上缭绕 随即 无尽的紫色汪洋 朝着后面扑过去 哼 那些人冷笑 这是垂死的挣扎吗 手掌一拍 他们轰击紫色的汪洋 同时身体直接穿透紫色汪洋而过 毫不在乎 然而此时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凌峰的嘴角 正带着一丝冰冷的邪恶笑容 灵魂的力量 控制着那团紫色汪洋 将那些无视紫色汪洋的人身体残绕住 盘旋在他们的身上 随着他们的身体 不停地移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那些人目光一宁 他们发现 这紫色汪洋 移动的同时 竟然仿佛有规律般 竟成九宫之状 九宫困龙大阵 凌峰大喝一声 顿时紫色的光滑闪耀 那无尽的汪洋遮天蔽日 顷刻间将那些无视紫色汪洋的人身体 埋葬在困龙大阵当中 其他后面的人身影闪烁 避开这座阵法 他们看到 那些前面的人群 竟然被困在了阵法当中 胡乱地闪烁移动 却出不来 羞 羞 可怕的剑笑之声传出 人群只见凌峰的身体周围 三十六柄剑 释放着夺目的剑芒 仿佛要破灭一切 让人群的瞳孔再度收缩 三十六天刚剑阵 杀 凌峰怒喝一声 三十六柄剑连为一体 花作一柄巨大无比的剑 只有一柄剑 刺向那九宫困龙大阵 不好 外面的人心头一惊 只见其中一人 还在阵中皱眉 剑呼啸而至 直接将他的身体刺穿来 让他的瞳孔变大 死不瞑目 啊 啊 剑依旧往前 九宫阵中 在一条直线上的三人 全部被杀 凌峰眼神冷漠 杀人之后剑也不要 立刻就呼啸离开 留下一道冰冷的眼神 扫视人群 看到那双冷漠的瞳孔 人群都愣了下 甚至都忘记了去追杀凌峰 又死了三个 现在 他们一共有六人被杀 一名玄武精七重强者 五名玄武精六重 强大的玄武精六重强者 仿佛都不值一提了 杀 一定要杀了他 这恐怕是他最后一击了 一人怒喝说道 太可恶了 凌峰已经是强弩之末 竟还让他杀了这么多强者 对 凌峰 差不多了 人群眼眸一凝 他们可都是玄武精六重的强大存在 意志坚韧 怎么可能会有畏惧 动摇杀凌峰的决心 这对他们而言 是绝对不允许的 影响他们的舞蹈 想到这 人群的身影闪烁 呼啸着朝着凌峰追杀过去 他们不信 凌峰还有能力对抗他们 因为停顿了片刻 此时的凌峰 已经和他们离开了不少 但他们赫然发现 他们和凌峰的距离 正在不停地拉近 这让他们都明白 凌峰真不行了 已经无法保持原来的速度 此时的凌峰 脸色未有一丝苍白 瞳孔透着一道彻骨的冰寒之意 他的确已经快不行了 真缘力量都耗尽 这支持他欲空而行的真缘 已经是他剩下的最后真缘力量了 阴魂不散 凌峰嘴中吐出一道寒冷的声音 他的眼眸更寒 本章完 第568章 画魔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凌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而他分明感觉到身后的强者 距离他已经越来越近 身体一沉 凌峰突然往地面下降 让人群眼眸一致 这一次凌峰 不幸还不能不死 连欲空而行的真缘力量 都已经没有了 众人的身体 也跟随着凌峰往下沉 却听到扑东一道声响传出 在湖泊中荡起了一片水花 这一次 凌峰竟然潜入了一湖泊当中 人群的眼眸凝固 身体立于湖泊之上 目光死死地盯着这湖泊 里面没有任何的动静 此人 倒是会躲 寒冷的瞳孔闪烁不定 刚才是山峰 现在又是湖泊 一时间 没有人下湖泊去追杀 他的真缘力量耗尽 我们不能给他时间恢复 否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现在 留下几人在上面守着 其他人随我一起杀入湖泊中 不幸他 还能掀起风浪来 一黑袍之人 说话透着几分威严之意 在这些人群的当中 似乎有些权威 随即 他的身体也没有停顿 就像他说的那样 沉入湖泊当中 去追杀凌峰 人群互相凝视 随即纷纷进入湖泊当中 不能让凌峰有片刻的喘息机会 无论如何 都要将他揪出来杀了 这天然湖泊 湖水非常清澈 人群在里面可以看到很深的地方 果然 在湖泊底端有一道身影在那盘膝坐着 赫然正是凌峰 凌峰他果然抓住一切机会在修炼 即便是在湖泊底端都不放过 杀过去 人群周身都是一片真空 他们以真元力量护住身体 滴水不尽 湖泊之水根本靠近不了他们 对强大的午休而言 在湖泊中行动根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只是缓慢一些而已 人群浩浩荡荡 朝着湖泊底端的凌峰杀过去 凌峰睁开眼 冰冷无情的瞳孔全部都是杀伐之意 即便真元几乎消耗干净 但他依旧龙虎精神 九转佛魔力让肉身强大 没有真元 使用不了神通法术 但他的肉体力量 还在 不会和其他午休一样 真元耗尽后面唯靡不振 没有任何的犹豫 凌峰朝着一道身影冲了过去 脸色依旧是那么的寒 一往无前 无惧无畏 永不退缩 那玄武经六重之人 看到凌峰冲过来愣了下 随即眼眸一寒 凌峰都已经如此了 不幸还杀不了凌峰 这次 他就要凌峰的命 吃 吃 真元的力量将湖水都掀开 让水中出现了一条道路 连接着他和凌峰的身体 那人眼眸其冷 携带着可怕的真元力量 一拳杀向凌峰 让他眼眸凝固的 凌峰竟然丝毫不惧 不闪不闭 迎着他的沙伐一拳过来 同时 在凌峰的手中 一团乌黑的光芒缭绕 凌峰同样出拳 轰 他的拳头轰在了凌峰的身上 让凌峰的身体剧烈一颤 嘴角溢血 但凌峰的左手 却牢牢地扣住他的手腕 猛力一扭 让他的脸色大变 强大的力量将他的手腕都扭断来 同时 凌峰的右拳 袭面而来 滚开 怒吼一声 他的身体疯狂地挣扎 但凌峰的左手死死地拉着他 不让他退避分喉 他根本逃不掉 只能靠着那黑色的拳头 不断在他瞳孔中扩大 哄 一声闷响传出 献血染红湖水 又是一名玄武精六重强者 死在凌峰的手中 脑袋被一拳轰裂 一切都在短瞬间发生 凌峰在杀人之后 身形化作一道直线 朝着湖泊的上空生腾 其他人也纷纷追击 朝着湖面狂奔去 哗啦啦 凌峰的身体刚出水面 就看到几人可怕的攻击 朝着他轰杀过来 风 凌峰身随风动 飘然移动 然而那覆盖广阔的攻击 依旧轰在了他的身上 让他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陷血 喷在湖面之上 真元力量耗尽 刚才在湖水中 以肉体力量硬抗了一拳 这又受到攻击 若非是他强悍的肉体护着他 恐怕现在他已经死了 身体落在湖边的草地上 凌峰坐在那 嘴角和胸口带着血迹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似乎呼吸都不顺畅了 哗啦啦 哗啦啦 一道道声音从破开湖水 冲了出来 看到无力地坐在地面上喘气的凌峰 他们的身体都停在了空中 随即 他们的嘴角当中 纷纷勾起残忍的笑 凌峰 终于不行了 这家伙 太可怕了 只有玄武镜四重的修为境界 竟然杀了他们这么多人 甚至还包括了一名玄武镜七重的强大存在 此人不死 后患无穷 还好 此时凌峰终于已经是真正的强弩之末 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焉能活命下去 那威严之人来到凌峰身前 看着气息浮动的凌峰 冷漠地道 你很好 竟然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凌峰抬起头 看着那人 问道 你们是天风国的人吧 对 天风国皇室 以及万象宗之人 你杀了我们天风国这么多强者 死也能瞑目了吧 那人也不介意告诉凌峰 对于一个死人 还有什么吝啬的 你们什么时候到达天龙城的 又是如何掌握了我的行踪 凌峰再问 哼 只能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 即便是你们雪月自己人 也恨不得要你死 主动找到我们 那人凝笑了下 让凌峰目光一凝 竟然雪月国之人 谁 凌峰的眼中 透着一股寒冷之意 沙发气息吞吐 即便我告诉你 你又能如何 将死之人 我便让你带着不甘死去 那人冷冰冰地说道 你们雪月国阵营 是否有一个万寿门弟子 像一头野兽一样 吴清 凌峰瞳孔一凝 没想到竟然是他 吴清 一直沉默寡言 看似如野兽般冲动 凌峰没想到 他会如此奸诈 自己不敢来对付他 借助天风国之人的手 你别急 要你死的人 可不止这一人 那人冷冰冰冰地说道 还有另外两兄弟 以及两位黑衣男子 他们可都想要你的命 可见 你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凌峰的瞳孔一阵收缩 还有四人 此次雪月国来到天龙城的人 一共有八人 他 月天命 乌清 宇晴 宇剑 云飞扬 以及两名他不认识的黑衣人 对方所指的 显然是宇晴和宇剑 以及那两名黑衣人 除他外 七人中 有五人想要他凌峰死 我记住了 凌峰冷冷地说了一声 让那人冷笑道 你记住了又能如何 现在 准备死吧 死 凌峰抬起头 目光看着对方 眼眸当中 竟缭绕着一股魔意 你们 全都要死 一个都别想活着 凌峰说吧 身上的魔意滔天 一股滚滚的黑暗气息 冲天起 让那为首之人浑身一颤 脸色巨变 魔剑 出来 凌峰怒吓一声 坐在那的身体 突然凌空射出 一股可怕的剑椅 直冲云霄 魔云 在虚空中缭绕 天翻地覆 整片虚空 都仿佛要化作黑暗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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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道声响传出 凌空站在那的凌峰 头顶便是恐怖的魔云 浑身衣衫飞舞 而他的背后 三柄黑色的剑 出现在那 从他的身体当中出鞘 人群仰头看着凌峰 心头狂猛地颤抖了起来 身体 双腿 不停地颤动着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人群心头狂颤不休 此事站在那里的凌峰 犹如魔 魔神 仰着的头微微低下 凌峰的目光俯瞰他们 那双瞳孔 散发着魔光 是魔道之童 让他们的魂魄 都颤抖了起来 本章完 第569章 魔剑反噬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眼生魔童 背负三柄黑色魔剑 天上魔云翻滚 仿佛天都要塌陷 这一幕 太过害人 凌峰的瞳孔 越来越魔 全部都是杀戮 嗜血 狂暴 冰凉彻骨 让人看一眼 就不敢再看 甚至他那满头的长发 都狂乱地舞动 随空间呼啸 剑 让人 化魔 那三柄剑 拥有魔道意志 是真正的魔剑 剑 在影响它 让它成为魔 人群看着凌峰的眼睛 心头颤抖 一定是这样 凌峰 根本就已经脱力了 无法再战 而此刻 却发出 闭腻之魔道气势 这不该 是属于凌峰的力量 而是剑的力量 这剑 已经超脱了 玄气的范畴 甚至 可能超脱了 天兵的范畴 玄气之上 又为天气 天之气 可称天兵 这魔剑 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生命 意志 不为人所用 甚至影响人 比玄气 不知道强大多少倍 这种魔兵 太过恐怖了 凌峰虽能遇控 但也不一定是好事 说不定被剑所控制 沦为剑奴 当然 这也正是凌峰 不大敢使用魔剑的原因 在没有实力掌控魔剑之前 他不敢用 魔剑出 他感觉魔剑会蚕食他的意志 想要占据主抖 控制住他 魔剑的意志 太可怕了 就如此刻的凌峰 眼中只剩下了可怕的杀法 你们 要我死 凌峰的嘴中 吐出一道声音 比他原本的声音 更寒冷了许多 妖艺 可怕 让那些人群的心头猛然一颤 让凌峰死 他们现在 还能杀得了凌峰吗 全都去死吧 一道呼啸之声传出 魔剑滚滚而动 天上的魔云翻滚了起来 极其的狂躁 魔剑斩杀而下 天地间出现一道剑之裂痕 从天上往下斩落 站在凌峰面前不远的人 脸色惨白 透着绝望 浑身的力量绽放而出 冲天而起 与魔剑抗衡 然而 他那全部的力量 只是让魔剑顿了下 随即那魔剑之光 便继续倾斜而下 将他的身体斩杀 瞬间让他化作虚无 消失在了天地间 这魔剑 太过害人 太过可怕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套 人群清醒了几分 身形开始闪动了起来 逃 现在 只有逃命了 他们再也不去想杀凌峰 凌峰拥有魔剑在手 人都化魔 试问谁能杀他 凌峰面色冷漠 心神一动 脑袋往下一偏 顿时 三柄魔剑同时出窍 呼啸而出 三道魔之痕 在空间中翻滚 朝着三个方向射杀过去 轰隆隆 魔剑锁过之处 天地滚动 狂猛震战 仿佛要在魔剑之下湮灭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传出 三柄魔剑杀过 全部都死 那三个方向奔跑的人 没有一人活着 一次性就有十几人被杀 凌峰身体上 缭绕着魔道之光 脚步跨出 顿时三柄魔剑回归 又是猛然一颤 其中两柄魔剑呼啸 朝着两个方向射杀而去 而他的脚步跨出 朝着另一个方向奔跑的人群而去 眼眸中的魔道杀伐 触目惊心 让人看都不敢看 此刻的凌峰 眼中 心中 唯有杀伐 斩天灭地 杀伐一切 毁灭所有的人 一个都别想逃 啊 恐惧的嘶吼之声传出 见位置 那些人的心神意志 仿佛就要崩溃掉了 发出痛苦的嚎叫 死亡 即将降临 是如此的可怕 两柄魔剑 吞没掉另外两个方向 逃窜的身影 凌峰追击着那最后的一人 就为了让魔剑的秘密守住 他们也必须要死 不能活着 所以 一定是要杀的 那剩下的最后一人 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眼眸当中 全部都是骇人的恐惧 死了 全部都死了 而那可怕的魔神 正朝着他追杀而来 他开始后悔 为什么要跑来杀凌峰 现在 要把自己的性命 都葬送在这里 太不值得 但无论他如何后悔 死神之光 依旧已经锁定了他 凌峰的瞳孔 透着无情的杀戮之意 来到他的身后 毁灭的一剑斩杀而出 啊 不要剑还未至 那人便发出一道 凄厉的惨叫之声 透着无比强烈的痛苦和恐惧 终于 黑暗的魔道剑光落下 降临在他身上 将他一剑斩杀 死 至此 那些前来杀凌峰的人 全部都死在了魔剑之下 一共都只有片刻的时间 全部死亡 一个都不剩下 魔剑之威 太过骇人 昔日 这魔剑可是连那恐怖的 天妖都斩退过 更何况是玄武精六重之人 三柄魔剑 足矣 凌峰 立于虚空当中 三柄魔剑在手 他的瞳孔不停地闪烁 魔道之光极强 呼 凌峰的身形闪烁 奇快无比 将那些被毁灭之人身上的储物之界 全部夺了下来 这些人 都是玄武精六重的强者 身上恐怕都有些家底 怎么能放过 然而 在做完这一切后 凌峰自己的身体却颤抖了 起来 剑 还想杀戮 带着凌峰去试血 去杀戮 凌峰眼中闪过一道挣扎之色 不行 魔剑 一定要收起来 否则 他会真正地沦为魔 被魔剑所控 归翘 凌峰怒喝一声 心神魂魄压迫着魔剑 让魔剑归翘 然而那三柄魔剑 却疯狂地颤动着 对抗着凌峰的精神意志 不肯归翘 甚至 想要蚕食凌峰的精神意志 要控制凌峰的魂魄 凌峰眼中的魔道之意 依旧是那么的强烈 全部都是嗜血的杀戮 偶尔才会闪过一道清明之色 牙齿紧咬着嘴唇 凌峰的嘴角渗血 恐怖的魂魄力量 全部滚滚而出 将三柄魔剑笼罩住 即便浑身虚脱 但他的意志 依然强烈 魔剑不停地颤抖着 那股魔道之光 将凌峰的身体笼罩 清洗凌峰 蚕食凌峰 在杀戮之时 他们带凌峰杀戮 让凌峰去染上杀戮嗜血的魔道之意 但当杀戮停止 他们却不想沉寂归翘 要让凌峰堕落成魔 使他们去杀伐一切 凌峰的身体不停地颤抖 嘴中怒喝一声 走 花音落下 顿时他的意志 带动着魔剑朝着下空飞舞而去 扑动的一道声响传出 凌峰的身体 坠入湖泊当中 清凉的湖泊之水 让凌峰的意志清明 他绝对不能沉浮 沉浮于魔剑 他凌峰为主 魔剑 只能为辅 神兵力气 只该为人所用 岂能占据人身 侵蚀人之意志 即便浑身脱力 但凌峰只要魂魄的力量 还在 精神意志还在 便不会去沉浮 魔剑再强 也要对抗 湖泊的底端 哗啦啦的流水 疯狂地摇摆颤动着 凌峰所做的地方 水疯狂翻滚 凌峰的手狠狠地站立着 将魔剑插入自己的后背 一缕陷血渗透在水中 魔剑不肯归于沉寂 不愿融入她之身 便刺破她的身体 让她燃血 魔剑的意志 似乎比以前更强了 凌峰脸色冷漠 似乎有所误 魔剑 以前被镇压 封印于九剑封下 后来 破开封印 顿入自己的身体当中 魔剑 是想要借助她的身体修养 恢复魔道之意 恢复那股毁灭的意志 其实 就是借她的身体 养伤 如今 魔剑的意志 恢复了些 竟然想要反刻为主 蚕食掉她的意志 成为主导 凌峰 怎么可能同意 回去 凌峰咆哮一声 魔剑插入后背当中 献血不停渗透出来 那股锥心的痛是 如此的刻骨铭心 魔剑不屈 她也不屈 若要死 一起死 这一刻 凌峰的意志 不能败 她若败 魔剑为主 她为剑奴 本章完 第五百七十章 老人与女孩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青山依旧如故 壮志英雄今何在 少年时 立下凌云志 要踏破这九霄山河 奈何天地多悲凉 少年已逝 空悲切 唯独把酒一往西 一往西 幽阳的曲调 在天龙城的一片荒野之地 回荡不息 草野间 小道上 一老一少 背负着要搂 老者身体微微有些勾搂 满目尽是沧桑之意 从她嘴中吐出的歌声 带着几分无奈与悲凉 而那年少之人 是一世四五岁的少女 扎着马尾便 单纯的脸上 似乎还透着几分不惊世事 但听到老人的歌声 她的眼中 也有几分悲伤 爷爷 你怎么又来了 少女的声音清脆干净 没有杂质 虽不动人 却很悦耳 小雅 想你哥哥吗 老人沧桑的眼眸 看向女孩 眼中满是宠溺之色 但她说话之时 却难掩目光中的一抹伤感 爷爷 你不要说了可以吗 少女干净的眼中 有几分称怒之意 撇过脑袋 泪水又在眼中转动着 小雅 爷爷不说了不说了 老人摸了摸女孩的脑袋 叹息了一声 那神采飞扬 又忠厚淳朴的少年身影 似乎又在脑海中回荡 但如今 她却只能追忆往西 微风拂过 一老一少都是沉默 背负着一大一小的药篓 继续前行 似乎都在回忆 走过草地 穿过小道 两人来到湖泊前 爷爷 好多死人 女孩看到湖泊旁的地面上躺着的尸体 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低声说了句 老人的眉头也皱了下 随即摇了摇头 那里还有一人 少女看到湖泊之中 一道身影在湖水中飘动着 没有了声息 小雅 我们走吧 老人拉起女孩的手 似乎不想让女孩 看到这些死人的画面 但女孩虽被老人拉着 却似乎不舍得一开目光 干净的眼睛 一直盯着湖中的身影 爷爷 等一下 女孩喊道 但老人依旧拉着少女 小雅 走吧 等一下爷爷 她好像哥哥 少女依旧不肯离开 目光一直盯着湖中的身影 而听到女孩的话 老人的目光 也看向那湖水之中的身影 是一青年 脸上的线条干净 棱角分明 很清秀 和她的孙儿 确实有一两分相似 同样的年龄 同样干净的脸 只是不知道她的笑容 能否也如她的孙儿那般 干净阳光 老人的手松开来 女孩身形微动 竟直接跨入湖水当中 脚尖倾点湖水 淋波踏步 这至少要领舞境界的修为 才能够做到 很快 少女便来到了湖中身影的身边 将青年的身体提起 随即再度踏步而行 回到了湖边上 爷爷 她还活着 少女将青年轻轻地放下 只见青年的身上透着血迹 干净的脸 似乎是浸泡在水中久了 竟带着几分虚浮的苍白 老人看了青年眼 点了点头 的确还有一口气 那爷爷 你救救他 少女干净的眼睛看着老人 带着几分期待之意 老人目光闪烁 似乎有几分犹豫 微微摇头道 小雅 你哥哥走了后 爷爷就发誓过 除你之外 此生不再救人 爷爷 那是气话 你是要施 救死扶伤 乃是罪仁慈之人 怎么能够见死不救 还有 你没发现 他真的很像哥哥吗 少女急着道 声音中透着几分懇切之意 小雅 但他终究不是你哥哥 老人苦笑着摇头 我不管 你一定要救他 女孩娇声说道 似乎在耍赖 让老人一时无语 孙儿走后 在这世上 他也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 陪伴着自己了 是他唯一的亲人 只此一次 老人对着少女竖起一根手指 女孩的脸上 立刻洋溢出了一丝笑容 重重地点了点头 谢谢爷爷 老人摇了摇头 身体微微蹲下来 将手指搭在了青年的手腕上 不过只是瞬间 老人浑身一颤 手居然间收回 目光中闪过一道震惊之色 爷爷 怎么了 女孩看到老人的动作 疑惑得到 小雅 不行 这人 我们不能救 老人看着女孩 目光中透着几分锋 眼眸坚定 为什么 女孩不解 不能救就是不能救 小雅 我们走 老人拉着女孩的哨 就想要离开 少女不解 眼睛一直盯着那躺着的青年 嗨嗨 一声咳嗽 从青年的嘴中传出 献血混杂着湖泊之水 从青年嘴中流出来 让女孩一惊 不行爷爷 他还活着 我们不救他 他会死的 少女挣脱老人的手 不肯离开 小雅 此人 真不能救 老人劝道 有什么不能救的 爷爷 你的医疏那么厉害 精通百草 没有你治不了的伤势 我知道你因为当初救不了哥哥而发誓 从此再不救人 但现在他和哥哥一样 就快要死了 你明明可以救 为什么不救 女孩似乎有些生气 对着老人吼道 让老人浑身轻颤 正正地看着女孩 沉默了片刻 老人叹息了一声 终究还是拗不过女孩 将要搂 放下来交给女孩 然后蹲下身子 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盒子 盒子打开来 在里面装着的 赫然是一只只金灿灿的针 金针 人的四只百骸 金脉骨肉 皆可连通 通过金针刺学之术 可通人之气 活血疏通金脉 破开一切阻塞 吞下青年的衣衫 老人的手中出现一团火焰 缭绕在金针之上 火焰金针 缓缓地朝着青年的肌肤刺去 发出痴痴的细微声响 老人连下了心神 全部凝聚于青年身上 连下了九九八十一针 让青年的身上 全部插满了金针 女孩在一旁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过震惊的神色 她的爷爷 九针一命 一为九针下去 可续人一命 但此刻 老人却连续下了八十一针 可见这青年的状况 非同小可 九九八十一针刺入青年身体之后 老人的手中 再度出现一团火焰 在那些金针上游走 让金针上的火焰不灭 不停地刺入青年的肌肤当中 让青年整个身体 都变得通红了起来 那些阻塞的血液经脉 也渐渐被打通来 针刺入之地 竟有丝丝乌黑之血流出来 随即被火焰蒸干 同时 在青年身上 还有一股水气 在不停地冒出来 被蒸发掉 这些水气 是进入青年体内的湖水 不是从嘴中吐出来 而是蒸出来的 少女看到青年惨白的脸色 渐渐有了一丝红润 心头也微微放松了几分 九针续命 九九八十一针 足以续九命 这青年不可能不被救活 青年的身体越来越红 仿佛要燃烧起来 整个人身上都透着火之光 嗨嗨 咳嗽声再度传出来 似乎有了几分生枝气息 让女孩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灿烂 起来 老人手掌一颤 顿时八十一支金针 全部从青年的身体中 跳了出来 老人用火焰 全部灼烧了一遍 随即放回自己的幕盒当中 收了起来 爷爷 他怎么还没有醒来 女孩对着老人问了一声 九针续命 八十一针以下 青年应该清醒才对 我还不想让他醒 老人说了一声 随即将青年的身体 抬起 背在他的背上 对着女孩道 小雅 你把握的要搂一起背上 我们回去 他的伤 没这么简单 好 女孩点了点头 虽然不太明白老人的意思 但既然爷爷 答应了会救青年 就一定会将对方救活 这点 他从不怀疑 本章完 第五百七十一章 清醒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老人和女孩离开一段时间之后 两人身影欲空而来 在地面上不断地巡视着 那里 就在此时 其中一人看到地面上的尸体 顿时目光一鸣 两人的身体同时下降 但他们看到的 却只有零散的尸体 仿佛全部都是被一箭劈杀 死了 全部死了 这两人的脸色 变得格外的阴森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这么多的强者派出来 甚至还有一名 玄武镜七重的强大存在 怎么可能会杀不了林峰 而且 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全部是他们的人 而林峰的尸体 却没有看到 聂云 你如何看 两人中 一中年沉着脸 对着身旁 颇为年轻的男子问道 可能有其他人出手了 聂云淡默地说了一声 中年微微点头 只有这种可能了 若是没有其他人出手 林峰 怎么可能会杀了这么多的强者 林峰 不过才玄武镜四重的修为 即便再厉害 能够对抗 玄武镜六重的人 又能如何 几十名玄武镜六重的强大存在 加上一玄武镜七重之人 岂会杀不了林峰 那你认为 出手的人 最有可能是谁 中年在问道 聂云这次却摇了摇头 能够杀了这么多强者 除非是龙山帝国的人出手 或者雪月国有顶级强者过来 否则不可能做到 而龙山帝国的人 即便出手 也不可能将事情做得如此的绝 将天峰国之人全部杀光 现在的问题是 林峰 他有没有死 这些人 是在杀林峰之后 被人所杀 还是在追杀林峰的过程 林峰被人所救 聂云缓缓地开口道 中年目光闪烁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若林峰不死 对他们而言 是个祸害 年纪轻轻 跨入玄武进四重境界 更可怕的是 凭借各种手段 林峰竟能杀玄武进六重之人 将来 若是林峰实力增强 就能杀玄武进七重 甚至八重的强者 对他们天峰国而言 绝对是个灾难 他们可都清楚 林峰乃是有仇必报之人 他曾带人灭了雪月国几大宗门 我们回去 今后若是遇到林峰 必要先行斩杀 人杀了 龙山帝国一放 也不好泰国 远没有留着林峰危害打 中年目光中 闪过一道冰冷的寒芒 遇到林峰 先杀了 但聂云 却目光闪烁不定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身为天峰七始第一始 他想要的 是堂堂正正的 在战斗的舞台 将林峰抹杀掉 但他身旁的天峰国庸太师 显然不想这么做 他想要的 只是林峰的性命 林峰 必须要杀了 杜绝后患 两人留在这也不会有结果 纷纷欲空离开 湖泊周围 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而在此时雪月国众人休息的驿馆当中 却有些人显得心神不宁 宇家两兄弟便是其中两人 他们都在院落当中徘徊 修炼的心思都没有 不知此次林峰死了没有 若是这样 林峰还不死 会不会知道 是他们出卖了林峰的行踪 总之 宇琴和宇剑 自从来到天龙城后 心神就没有安定过 他们发现 九霄的强者 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多 随意在外面走动 遇到的全部都是玄武镜的强者 甚至经常看到 气息比他们要强大很多的 他们在雪月国 是青年天才 即便算上长辈 以他们的修为 同样属于顶尖之列 但如今在龙山帝国 他们却发现自己 根本不算什么 即便是雪月青年 修为都不比他们弱 他们的信心 受到强烈的打击 而林峰不断提升的修为 也让他们感觉 身上压着一座大山 让他们无法喘息 所以 他们想要林峰死在龙山帝国 对于这一切 林峰毫无所知 此刻的他 正安静地躺在一间小屋的木床之上 眼睛紧闭 依旧没有清醒 在草屋的外面 老人在整理着草药 而女孩 却蹲在一火炉前 不断地对着火炉扇着扇子 火炉上的药灌 不停地散发出药的气味 熏得女孩的脸上 都微微有些红 小脸淡红扑扑的 头发都有些凌乱 小雅 要需要细火 慢慢炖 这样才能将要熬熟 熬透 药师和炼丹师不同 他们炼制丹药有单方 药师 需要的是细心 耐心 老人在旁边缓缓地说道 女孩点了点头 爷爷 这话 你都说了无数遍了 不多说 你怎么能积在骨子里呢 老人笑着道 爷爷 你为什么不帮他直接就行 女孩疑惑地问了一声 不能就行 他身体中有一些东西 需要压制 不然的话 会影响到他整个人 对他有害无益 老人说的话 女孩似懂非懂 只是轻轻地点头 总之 爷爷不会骗他就是 火候差不多的话 你就可以停下 去给他喂药喝了 老人鼻子动了动 闻了闻药之气味 便知药有几分熟 好嘞 女孩点头应道 停止了继续生火 将药罐放了下来 随即用勺子 将药罐中的 药盛入碗中 以湿毛巾裹住 朝着小屋中端去 老人看着女孩走进小屋中 苦笑着摇头 继续弄着他的药草 似乎对其他事物 都不大关心 小屋当中 女孩将煎好的药 稍微吹冷一点 然后喂入林峰的嘴中 这药就要热服 她自然是知道的 冷了 就没有了那么强的药效 林峰眼睛 依旧是紧闭着的 那被喂入嘴中的药 也只能有三分之一 进入她的体内 其他的都是浪费 女孩虽然知道 这熬出来的药万斤难求 但她却依旧不停地喂给林峰喝 眉头都未曾眨一下 很快 一碗药喝完 女孩又给林峰换了另一碗 不停地给林峰喂药 直到那药罐变空 剩下女孩手中最后一碗药 要是哥哥还在 也是你这年龄 不知道你的眼睛 是不是也和哥哥一样好看 女孩低声说道 自言自语 口中吐气如蓝 吹着勺子中的药 然后送入林峰的口中 药勺进入林峰的嘴 不过却一点点地被林峰吐出来 女孩试经帮林峰试去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风锐之意突兀的绽放 让女孩心神一紧 抬起头 她便看到一双眼眸 豁然间睁开 啊 女孩惊呼一声 随即便听到一声咔嚓的声响 药碗摔到地上 硬声碎脸 那双睁开的眼眸 太冷了 透着沙发 嗜血 狂暴 冷入人的骨髓 女孩看到的一刹那 心神根本无法忍住颤抖 她还在幻想着 那拥有一张干净的脸 和漂亮的眉宇青年 睁开的眼眸 会不会和她哥哥的眼睛一样 清澈 干净 但居然间看到的眼睛 却是一双透着魔艺的瞳孔 她焉能不惊 而此时 躺在牧床上的林峰 只感觉一股痛苦袭来 让她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 刺耳的吼声 她眼眸中的魔光 都仿佛受到压制 啊 林峰低呼一声 却见此时一道身影闪烁而来 赫然正是老者 看到林峰那双眼眸中透着的魔光 她的手掌一颤 顿时直接轰在林峰的身上 不停地在林峰的身体上拍打着 同时 光芒闪烁 金针在线 老者直接将金针插入林峰的眉心 太阳穴 双会穴 这一刻 林峰才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浑身的力量 仿佛瞬间被抽干来 提不起一丝力气 闭上眼 随即又睁开 林峰似乎很痛苦般 眉头紧锁着 她还活着 没死 她依稀还记得 昨日与魔剑的争斗 是何等的惨烈 本章完 第572章 恢复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那是一场意志的战斗 魔剑的意志 要吞没她的意志 占据主导 将她控制住 林峰 她怎么能同意 她将魔剑 插入自己的背上 任由鲜血染红湖水 一柄柄地 刺入自己的身体 魔剑不归翘 便同归于尽 最终 林峰的意志 战胜了魔剑的意志 魔剑归翘 被她的魂魄力量封住 然而她自己 不仅是真元力量进尸 连意志都差点崩溃 魂魄的力量 也消耗一空 整个人 彻底地虚脱 再加上身上受的重伤 她直接晕死了过去 但现在 她还活着 躺在床上 沉寂了片刻 林峰的眼眸再度张开 冷光闪烁 在她面前 老者和女孩静静地看着她 尤其是那老者 目光盯着她 不曾移过分喉 为什么封住我的力量 林峰冷冷地吐出一道声音 她此刻分明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非常的微弱 真元之力 似乎都被封死 我不封住你的力量 你还是你吗 老人淡淡地吐出一道话音 让林峰的目光微凝 随即她眼眸中的冷光渐渐地淡去 目光没有了冰寒的锋利 而是趋于平静 是我冲动了 抱歉 谢谢你们救了我 林峰刚清醒过来 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发现 修为似乎被禁锢 才会冲动 此刻不由得有些愧疚 很显然 对方是救了她的命 但她却对别人呵斥出声 不过即便是在此时 林峰说话的语气 依旧偏冷了几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 老人对着林峰问了一声 让林峰一鸣 看着老人 沉默了两久 她才点了点头 她的确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 此刻 她很冷 不是身体的冷 而是人 变得冷漠了些 以后不能再动用 不属于你的力量了 这一次 算是侥幸 但你依旧在受到影响 被慢慢地侵蚀 下一次 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老人摇摇头道 林峰目光闪烁 的确 如今 这才三柄魔剑 意志已经是如此的强 它根本控制不住 若是九剑其出 它恐怕已经被反噬了 除非它的力量强大到 能够压制住魔剑的魔性 否则 它动用不了魔剑 反受魔剑锁壁 被魔剑控制 身体动了动 林峰想要起来 不过却发现 浑身都有一股撕裂的痛 让它微微起来了点的身体 又倒了下去 你以为你此次的伤势那么简单 现在 什么都不要去想 好好在这里休养些日 除了那被药物所封的力量 只能慢慢恢复外 你的身体 我会保证完完全全的复原 老人瞪了林峰一眼 让林峰心中一惊 他的修为力量 竟然是被药物禁锢封住的 而不是对方使用了什么手段 老人用药的实力 好可怕 若是用在敌人身上 岂不是能封死别人的修为 任由他宰割 说完这话 老人就转过身 身体微微勾搂着 朝着外面走去 林峰转过身 看着老人的背影 天眼之术使用出来 不由得目光微宁 老人的修为 似乎并不怎么强大 很普通的一位老者 不用好奇了 我只是一名药师而已 不过 和你想象中的药师又不同 我是一名真正的药师 老人的声音缓缓地穿来 也没有责怪林峰的意思 他知道林峰会好奇他 亏是他修为也正常 真正的药师 林峰喃喃自语 听老人的意思 似乎他想象中的药师 都不是真正的药师 不过老人用药的手段 确实很厉害 竟然能将自己救活来 而且 将他的力量 以及魔剑的力量一起禁锢 这样 魔剑无法控制他 药师 看来 我低估了药师这一职业 的确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林峰将目光转回 抬起头 看了一眼女孩 十四五岁 干净 清秀 正对着他露出好奇的神色 女孩都还不明白 爷爷在和林峰说什么 似乎林峰体内 有什么东西吧 你好些了吗 女孩不知道说些什么 对着林峰问了一声 林峰点了点头 除了不能动外 都很正常 嗯 女孩露出了一丝笑容 安慰林峰道 你放心吧 有我爷爷在 你的伤势会痊愈的 你只需要好好配合就好了 林峰沉宁了下 轻轻的汗手 你在这里休息 我去问爷爷 现在要给你熬什么要喝 少女又跑开来 朝着外面而去 留下林峰 独自望着草屋顶端的木梁发呆 一天后 依旧是那间小屋 林峰坐在木床上 喝着女孩喂的药 脸色渐渐地恢复了一丝红润 身上也不再那么痛苦 力气恢复了不少 差不多了吧 林峰微微摇头 看着那还剩下满满的一碗 开口说道 这要实在太苦了些 林峰他 从来没有吃过如此苦的东西 甚至比 让他受伤还要难受 不行 你一定要喝光来 女孩倔强地说道 继续将要勺底到林峰的嘴边 林峰只能无奈 继续张开嘴 将要咽下去 终于 林峰在煎熬中 将最后一碗要服下 总算是松了口气 活动了下身子 林峰对着女孩道 我想起来走走 相处了一天 林峰也知道了女孩的名字 姓萧 明雅 非常单纯的女孩 仿佛不识人间险恶 干净的眼睛闪烁了下 小雅点了点头 道 好 那我扶你 说着 小雅搀扶着林峰的胳膊 将林峰扶下了木床 这让林峰苦笑不已 自从踏入武道之后 他根本没有想过 自己还会有这么一天 站在地面之上 林峰走了几步 道 没事 你不用扶着我 我可以自己走 哦 小雅松开手 林峰看着前方 目光依旧带着几分冷淡之意 缓缓地踏出脚步 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些麻木而已 抬起脚 林峰一步步迈出 坚定地往前走着 拐过木门 林峰跨过栏杆 走出了草屋 他的目光 一直盯着前方 哒 哒 哒 林峰一直往前走着 看着前面的风景 凉久 才停下了脚步 深深地吐出口气 好美 小屋的外面 竟是一片山脉 翠绿色的山脉 漫山遍野 都是醉人的绿 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在这种环境之下 人仿佛会变得 更加地充满生命活力 拥有自己的向往 追求 此刻 他所踏的地方 也是在一座山峰上 山峰的一角 这座山峰 只是整片山脉的一部分 多走走 多看看 精心去思 去悟 才能驱逐你心中的冷意 身后 老人的声音 缓缓地传入林峰的耳中 让林峰身体微微一颤 多走 多看 精心 去观 去想 去悟 记得他修为还偏弱之时 燕羽平生老师 便让他去静心 他有所悟 修为心静提升 后来 他杀心更重 燕羽平生 索性助他一臂之力 以擒养杀 让他顿入杀伐之道 杀伐一切阻挡在身前之人 然而如今 魔剑青时 他的杀伐 已经不是以前的杀伐 而是灵魂处的冷漠与杀伐 老人又让他去精心 这一切 仿佛是一轮循环 一次轮回 女孩小雅 安静地 待在林峰的身边 也同样看着满山的翠绿 她的眼眸 依旧是那么地干净 单纯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哥哥 和你一样大 他的天赋奇高 修为很厉害 他总是喜欢捏着我的脸蛋 喊着我的名字 对着我 露出嘴灿烂的阳光笑容 女孩男男低语 眼中似乎露出回忆之色 带着浅浅的笑容 林峰能够感受到 女孩对他的哥哥 有多么的爱 但是 突然有一天 他离开了我们 死了 永远地离我而去 留下我和爷爷两人 女孩再度开口 虽依旧浅笑 但那股苍凉悲伤之意 却让林峰心神一颤 死了 突然死了 本章完 第573章 妹妹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听着风声在耳旁拂过 林峰仿佛能够感受到女孩的悲伤 她的哥哥 才只和她一样大 这么年轻 拥有好的天赋 她每天看到 女孩都是 捏着她的脸蛋 面带灿烂的笑容 多么安宁美妙的一幅画面 但女孩的哥哥 和她一样的青年 却突然死了 老人和女孩 岂能不悲伤 但女孩的笑 依旧是那么的纯真 干净 哥哥走了后 爷爷就带我走遍每一个角落 在深山中穿梭 每一次看到绿色 我们才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这次来到了天龙城 看到这片山脉 我们也一样停下了脚步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女孩再次开口说道 老人带着她 她似乎是在寻找绿色 寻找生命之色 所以大哥哥 你和我哥哥一样的年轻 一样有天赋 而且 你还活着 有什么 能让你不快乐 让你放不下呢 女孩转过目光 看着林峰的略显冷漠的眼睛 看到那干净的阳光笑容 林峰竟生出了一缕羞愧之意 她还好好的活着 她的修为迟早会恢复 她有爱的人父母和女人 在等待着她 她有什么资格如此的冷漠呢 呼 长长地吐出口气 林峰抬起脚步 缓缓地朝着前方走出 朝着远处 那片翠绿之色走去 女孩也抬起脚 似乎想要跟过去 小雅 老人喊了一声 让女孩的脚步一顿 随即回过头看着老人 只见老人对着她轻轻地点头道 让她一个人去 女孩看了林峰一眼 随即轻轻地点了点头 没有跟过去 林峰一个人缓缓地走着 走过山坡 走向那片翠绿之色 她的脚步依旧缓慢 但心却平静 一步步地走向来山峰的高处 来到了这一山峰的坡顶之地 她的眼前 是一片悬崖 以及那一望无际的翠绿 驻足观望了片刻 林峰缓缓地坐下 随即又躺下 看着蓝天白云 被翠绿所包括 她的心徜徉在天地之间 闭上眼睛 林峰她用心去呼吸 呼吸生命的气息 这一躺 就是一天之久 老人和女孩都没有来打扰她 似乎已经将她遗忘 林峰依旧躺在那 但她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身体 翻滚了多少下 她从不去刻意阻碍这自然的翻滚 林峰的呼吸变得无比的平稳 从来没有如此的呼吸过 自从来到这一世 她的心就仿佛一直紧绷着 呼吸都似乎一直很急促 很紧迫 没有像现在这般 自然顺畅的呼吸过 吃饭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喊声传来 随即林峰就听到了 小跑者的脚步上 身体翻滚了下 林峰趴在那 看到远处 不远处小跑过来的女孩 正端着一碗饭盒 直接移坐在了她的面前 一天没吃饭 有没有饿了 看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女孩将饭盒打开来 顿时有一股香气扑面来 让林峰忍不住吸了口气 这是野兮烤肉 最能填补身子了 女孩边说着边 将饭碗端到林峰的面前 嘴角的浅笑 依旧灿烂 林峰的身体跳了起来 坐在那 似乎有几分急不可耐 来 拿着 小雅将饭盒递给林峰 抬起头 她便看到 林峰脸上 那一抹灿烂阳光的笑容 让她的神色微微一致 此时林峰的眼眸当中 没有了冷漠 没有了无情 更没有霸道与风锐 只有那一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笑 干净的眼睛除了对食物的嘴肠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 哥 哥 小雅喃喃低语 如梦般的声音 从她的小嘴中吐出 让林峰愣了下 不过 随即林峰又笑了 手放在女孩的脑袋上 狠狠地揉了揉 将女孩的发丝都揉乱来 你放开我 小雅称怪地瞪了林峰一眼 时光仿佛逆转 这一幕是多么的熟悉 她那称怪的表情中 满是妹妹被哥哥捉弄后的生气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妹妹 肯定会很快乐吧 林峰心中自语 将饭盒中的烤肉取出来 然后直接撕成了两块 将其中一块递给了小雅 我们一人一半 嗯 一人一半 小雅不客气地接过 林峰手中递过来的烤肉 狼吞虎咽得起来 毫无淑女的气质 让林峰不断地摇头笑着 当然 她自己也不顾形象地 在那啃着 吃饱之后 两人便都仰头躺了下来 似乎非常满足 肚子好呛 小雅撇过脑袋看向林峰 嘟了嘟油腻的小嘴 显得格外的可爱 林峰也撇过脑袋 对着女孩柔和的一笑 女孩这才发现 原来林峰的笑容 真的和她哥哥的笑容一样好看 那么的干净 阳光 我可以一直叫你哥哥吗 女孩天真的问道 林峰愣了下 沉寂嘴角微微勾勒起一抹笑意 道 我一直想有个妹妹 一言为定 小雅伸出手指来 林峰也将手指伸出 和她的手指勾在一块 道 一言为定 嘻嘻 我又有哥哥了 小雅张开双手 对着天空喊了一声 而后对着林峰问道 哥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林峰 林峰 小雅喃喃低语 笑着道 爷爷知道我又有了哥哥 一定会很高兴的 要是你爷爷 怪我把你骗了怎么办 林峰笑道 不会的 你不了解爷爷 看起来冷冷的 但其实他心里比谁都善良 不然的话 他也成不了这么厉害的钥匙 小雅嘻笑着道 林峰微微点了点头 药师 救死扶伤 是为救人 若是心地不善 这条路根本走不远 不会有太高深的成就 若是为了成就的话 成为一名炼丹师 远比一名药师 更受人尊重 追捧 当然 林峰也只是随意说说 老人既然知道他身体的情况 依旧选择了救他 可见老人的心地 走 我们回去见爷爷 女孩将林峰的身子 从地上拉了起来 随即朝着小屋的方向小跑过去 林峰也恢复了很多 跑起来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老人依旧在那整理着草药 看到女孩和林峰一块跑过来 不由地愣了下 尤其是林峰 此时的脸上 带着干净的笑容 他那浑浊的眼神 仿佛要动穿林峰的眼睛 老人能够看出 林峰的笑容 是真正的干净真诚 而非刻意掩饰 这让老人的眼中 也略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好强的适应力 很厉害的悟性 老人在心中低语 他只是随意地点拨了下林峰 却没有想到 林峰能这么快 从那股魔道冷漠之意中走出来 恢复自我 甚至还突破自我 太难得了 林峰和女孩 走到老人的身边 只见林峰对着老人微微躬身 目光中透着真诚的谢意 爷爷 我现在又有哥哥了 女孩开口说了一声 让老人愣了下 随即目光又落在了林峰的身上 低着头 老人继续整理着药草 一阵沉默 没有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怎么了爷爷 你不高兴吗 小雅对着老人问道 却见老人缓缓地抬起头来 沧桑的目光中 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看着林峰道 本来我不打算救你的 你体内的情况 你自己也清楚 但小雅他说 你像我死去的孙儿 他的哥哥 硬是要拉着我救你 所以我才将你就过来 但就醒之后的你会如何 我也不清楚 现在看来 是我多想了 希望你能一直如此 以后切莫再动用不属于你的力量了 除非有一日 你能压制住他 我明白 林峰点了点头 再次对着老人攻身 好了 去吧 不要打扰老头我 老人挥了挥手 又低下头 整理着自己的药草 本章完 第五百七十四章 离别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清晨 微风在山间拂过 透着几分清凉之意 小屋前 思思 一压的声响传出 林峰躺在摇椅之上 闭目享受着 这清晨十分的宁静 青山依旧如故 壮志英雄今何在 少年时 立下凌云志 要踏破这九霄山河 奈何天地多悲凉 少年已逝 空悲切 唯独把酒一往西 一往西 幽远的声音 从远处缓缓地传来 林峰睁开眼睛 就看到那迷雾之下 老人背着要搂 从远处缓缓地漫步而来 每天夜晚时分 老人便会出去采药 直到清晨回来 因为晨曦时刻 是要草最具生命力的时刻 奈何天地多悲凉 少年已逝 空悲切 唯独把酒一往西 一往西 林峰心中低语 睁开眼睛 看着远处缓步走来的老人 眼中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起来了 老人来到镜前 身子勾搂 对着林峰微微点头 爷爷 走 一声轻响传出 林峰左侧的一间草屋门开 消雅的揉了揉朦胧的双眼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哥 你也走 看到摇椅上的林峰 消雅甜美的一笑 林峰看到消雅的笑容 心情似乎也变得格外的愉悦了起来 干净的眼眸当中 笑容阳光而灿烂 消雅跑去梳洗了一番 随即回到林峰的身边 对着林峰道 哥 我推你去走一走吧 好 林峰微微点了点头 消雅走上前 来到林峰的身后 推着摇椅移动了起来 那摇椅是老人所编织的 下面有几个轮子 可以轻易地推动 林峰因为服用了一种特殊的草药 她现在的身体 是处于半麻痹状态 移动并不方便 消雅推着摇椅 在山间行走着 林峰陶醉地闭上眼睛 很享受梁峰拂过肌肤的感觉 老人叫了我放下 看到两人离开的身影 笑着摇了摇头 消雅也总算是有伴了 眼眸当中 一抹别样的光芒闪烁 老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哥 你现在 感觉身体怎么样了 消雅推着摇椅 对着林峰问了一声 好多了 林峰笑着回应 经过老人草药的调养 她的确感觉自己的身体舒服了许多 比她修为没有受到禁锢的时候都舒服 仿佛浑身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尤其是风吹来的时候 更是清爽无比 这种感觉非常好 林峰甚至有些期待 她身体恢复之后的情形 定然非常的美妙吧 西西 爷爷下药必有其道 对你的身体 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你只要安心等待完全恢复就可以了 萧雅笑着说道 炼丹师所用的丹药 丹入体 立即会产生效果 但要是用药则完全不同 要慢慢调养恢复 直到达到最佳状态 尤其是老人用药 从不急功近利 她若是要林峰站起来轻而易举 但她没有 而是选择让林峰一点点的恢复 萧雅 爷爷她叫什么名字 林峰突然问道 老人救她性命 帮她复原身体 但到现在 她却还不清楚老人的性命 五天 萧五天 萧雅低语了一声 目光中带着温情 还有崇敬 她的爷爷 一直是她最敬佩的人 萧五天 林峰难难自语 好霸道的名字 要舞动这天地 但似乎与老人的性格却不相符 萧雅推着摇椅 又来到了这座山峰的顶端 看着那茫茫翠绿 以及翻滚的云海 远处的朝阳红日 冉冉升起 尤其是在这片翠绿之中 更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朝阳活力 好美 要是每天能和哥哥 一起来看日出日落就好了 萧雅难难自语 林峰也看着那升起的朝阳 心 一片宁静 静心 已观天地繁华 两人都一阵沉默 没有在说话 只是安静地欣赏着 这难得的美景 直至过了许久 朝阳渐渐当空 随即又缓缓地落下 化作那似火的娇艳夕阳 然而那两道身影 依旧不肯离去 林峰躺在摇椅之上 看着太阳从升起到落下 而萧雅也安静地坐在林峰身边 偶尔躺下身子 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 直到日落 霞光逝去 黑幕渐渐笼罩这片天地 萧雅才推着林峰所作的摇椅离开 回到草屋 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又会出现在山巅 去享受那份宁静 这种生活 一直持续了三天之久 第四天 林峰依旧在这里 萧雅在她的身后 手扶着摇椅 脑袋搁在手上 玩弄着林峰的长发 脸上带着俏皮的笑 此时 林峰的身体动了动 坐了起来 让萧雅一愣 呼 林峰的嘴中 一口气长长地吐出 随即她的身体直接站了起来 往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 轻柔 林峰浑身都有着轻飘飘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萧雅 我能站起来了 林峰笑了下 双手一握 佛摩之力与真元的力量 在体内流转 发出咔嚓的声响 很爽 非常的舒服 虽然她的真元力量 远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她知道 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她的真元力量没有消失 只是被一股特殊的药力禁锢 这药力会一点点的释放 融入她的体内 真元的力量就会慢慢地恢复 至于她的佛魔力量 却依旧完好 四千佛魔力 浑身充满力量 稀稀 萧雅看到林峰站起来 脸上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对于林峰而言 站起来 证明她的伤势 已经完好如初 没有了 一点伤势都没有 全部恢复 如今林峰所剩下的 就只有被禁锢的修为了 但那也早晚会恢复的 哥 我们去将好消息告诉爷爷去 萧雅高兴地拉起林峰 朝着小屋的方向奔去 林峰也很享受着飞奔的感觉 让迎面的风吹得更猛烈一些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 但她却仿佛已经很久 没有享受这种感觉了 爷爷 奔向草屋 萧雅兴奋地喊道 不过却并未有人回应 爷爷 哥哥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萧雅退开老人的门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身影 让萧雅愣了下 难道爷爷 他又去采药了 萧雅喃喃低语 对着林峰笑了下 随即又看了看其他的房间 都没有人 看来老人的确不在 不过此时 林峰却走进了老人的房间 来到那木桌前 喊了一声 萧雅 哥 怎么 萧雅小跑着来到林峰的身边 顺着林峰的目光看去 随即他的眼眸一致 愣在了那里 在桌上 正刻着几个清晰的大字 林峰 照顾好萧雅 爷爷 萧雅摇了摇头 脚步后退 随即喊着 冲出了房间 爷爷 林峰紧随着萧雅跑了出去 只见萧雅漫无目的地狂奔着 嘴中不停地喊着爷爷两个字 泪水也顺着他的眼眸滑下 不会的 爷爷不会抛下他的 萧雅心中安慰自己 但其实在他的内心中 其实已经清楚 爷爷走了 真的走了 爷爷执意要走 他根本不可能找得到的 奔跑了很久 萧雅似乎累了 直接软软地坐在了地上 抱头痛哭了起来 哥哥去了 爷爷又走了 林峰从后面安静地 走到女孩的身边 随即坐在他的后面 将女孩单薄的身子抱住 轻轻地拍打着女孩的脑袋 他显然也没有料到 老人会无声无息地离开 甚至没有招呼一声 但林峰也明白 若是老人招呼的话 恐怕就舍不下小雅了 他只能这么离开 林峰也清楚 老人那沧桑的面容 以及深邃的眼眸中 都烙印着故事 那是个有自己故事的老人 本章完 第575章 观想修炼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林峰一直抱着 小雅的身子 任由泪水沾湿衣衫 手抚摸着青雅的脑袋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能安慰到怀中的女孩 哥 爷爷会不会永远不会回来 小雅的身体 微微蠕动了起来 身体从林峰的怀中出来 眼眸当中 依旧挂着满满的泪痕 林峰抬起手 帮小雅失去脸上的泪 笑着说道 不会的 爷爷那么爱你 怎么会一去不回 他之所以悄然地离开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等到事情做完了 爷爷自然就会回来找你了 真的吗 小雅狐疑地看着林峰 似乎想要刻意去麻痹 去安慰自己 当然是真的 林峰微笑地点头道 小雅 我们还是回去吧 爷爷还留了东西给你 或许从那里能够得到一些信息 爷爷他留了东西给我 嗯 就在那张桌上 林峰点头道 那我们回去看看 小雅听到林峰的话 立即站起身来 拉着林峰的手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重新朝着山上的草屋奔去 回到老人居住的房间 果然 小雅便看到 桌上似乎摆放着好几件东西 这自然都是老人 留下的 两人走到近前 看清楚老人留下之物 有三件东西 摆放在左边的 似乎是一张皮 仔细看了一眼 林峰不由地一愣 是人皮面具 老人竟然留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这应该是给他准备了 将人皮面具取过 林峰又是一斤 不仅是一块 这是好几块的人皮面具 老人留下 这东西干什么 林峰眉头微皱 似乎有几分不解 不明白老人 为何要将这好几片人皮面具 留在这里 目光朝着右边看去 摆放在中间的 则是一块记忆之欲 小雅 你看看里面是什么 也许是 爷爷留下来给你的 林峰对着 小雅柔和一笑 小雅点了点头 也没有拒绝 取过那记忆之欲 立刻以意识侵入其中 瞬间得知了 里面记载的一切 但他的目光 却是转向了林峰 哥 这是爷爷留下给你的 小雅低声说了句 将记忆之欲交给林峰 让林峰一愣 留下来给他的 哥 你看看就会明白了 小雅见林峰疑惑 又补充了一声 林峰微微点头 将记忆之欲接过来 随即以意识侵入其中 瞬间就得到了 里面所记载的信息 果然 林峰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而且 连老人留人皮面具 给他的原因 似乎也明白了 这记忆之欲中记载的 是一套隐秘变幻气息的法术 将气息隐秘 甚至变换成不同的气息 对于武修而言 容貌可能容易伪装 但每一个武修身上 都有着其特殊的气质 气息 若是别人敏锐一些 便有可能发现 然而 有了这隐秘变幻气息的方法 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将武修的气息改变 若是再配上那人皮面具 整个人就完全地变了 换成了另一个人 谁都无法认出来 老人 将人皮面具留给他 又将记载着隐秘转换气息之法的记忆之欲也留下来 是因为老人猜测到 他可能有很多仇家 为了林峰不受仇家所累 所以 老人这么做了 这样的话 林峰可以随时变成另外一个人 仇家任都不认识 自然更不用 提报仇之事了 老人 似乎为他想得非常周到 连这一点 都已经考虑好了 目光继续往右移 那最后一件物品 是一小瓶子 小瓶子当中装着的 并非是什么药槽 而是丹药 一粒粒的丹药 这是什么 林峰疑惑地问了一声 老人留下这丹药 又是何意 个 这是回源丹 天舞镜以下修为 只需要服下一颗回源丹 消耗的真元力量 立刻能够全部恢复 林峰不知道 但逍遥她当然清楚 老人留下的东西为何物 回源丹 林峰的瞳孔猛然一凝 天舞镜之下 能够立刻将 武修消耗的真元力量 全部恢复 这太变态了 若是她以前拥有这回源丹 那日也不会被追杀 破得那么凄惨 使用了一次毁灭黑莲之后 真元就几乎全部耗尽 只有逃命的份 差点死在了这龙山帝国 还好她的命 运气不错 遇到了老人 现在老人准备的这一瓶回源丹 似乎还是为她准备的 爷爷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萧雅喃喃低语了一声 眼眸当中 似乎透着一股无尽的失落之情 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三件物品 都是为林峰而准备的 傻丫头 林峰摸了摸萧雅的脑袋 流声道 爷爷在桌上刻下几个字 让我保护你 然后将这些东西留给我 其实 不也都是为了你着想吗 萧雅听到林峰的话 抬起头 目光看着林峰 随即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当然也明白这道理 但是 老人就这么离开了他 没有留下任何物品 依旧让他难掩心中的伤感与失落 走了 又一个亲人离开了他 爷爷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回来 甚至会不会回来 方向吧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直到爷爷 回来找你 林峰走上前 搂着萧雅的脑袋 轻柔地说道 嗯哼哼 低声应了句 萧雅又忍不住流泪了起来 从小到大 他一直是跟随着爷爷的 从来没有离开过 如今 他第一次体验到了 爷爷不在身边的感觉 山峰之上 萧雅坐在草地上 双手捧着脑袋 正正地看着前面那道身影发呆 距离老人离开 已经过去了三天 萧雅也终于在慢慢地适应老人不在的日子 林峰一般都会陪着他 偶尔抽出时间来修炼 而只要林峰修炼 萧雅便会坐在旁边看着 很安静地看着 不说一句话 去打扰林峰 林峰体内的真元力量依旧在缓慢地恢复着 距离全部恢复 还有一段很长的时日 此刻他盘膝坐在那 目光紧紧地闭着 沉浸到观想当中 一缕缕一样的强大气息绽放而出 在林峰的身上 佛摩尊像从林峰的身体当中飘荡出来 化作点点虚幻的黑暗佛摩像 出现在了许多当中 萧雅看到这一幕目光不由的一颤 紧紧地凝视着林峰这边 观想 林峰修炼的是观想之法 而林峰所观想的 是一尊佛摩像 半魔半佛 佛摩之间 哥哥真元力量被封 现在这修炼的到底是什么 好像很厉害 萧雅看着林峰观想 单纯的眼眸闪烁不停 她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修炼的 这种观想之法的修炼 本就棘手 林峰观想之时 身体当中一股黑色的力量不停地流转 仿佛永远不知道熄灭 佛摩之力在不停地做着周天循环 小周天循环以及大周天 林峰脑海意识都全部落在那尊出现的佛摩之像上 佛摩之力在身体中流转 不停地让肉体变得更加的强大 真元力量被封 那便一心修炼着佛摩之力 林峰他发现 这一次受伤过后 如今他的思维心胸更加的开阔 他的想法更洒脱不羁 心也更加的宁静致远 就连他观想修炼佛摩之力的速度 都仿佛变强大了几分 以前修佛摩之力 很多时候佛摩尊相都不会从身体当中出来的 但如今他除了普通的修炼之法外 还有观想修炼之法 至于一旁的看着的逍遥 林峰任由他看着自己修炼 对逍遥 林峰不想有什么隐瞒的 他没有秘密 观想依旧持续着 林峰体内的佛摩之力 依旧进行着周天循环 林峰仿佛一直沉入了其中 不会清醒过来 他身体中的佛摩之力 却在不停地变得强大 本章完 第576章 最后的战场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佛摩之力 佛与摩 似乎佛摩随心 心随自然 两日之后 林峰眼眸缓缓缓地睁开 若有所悟 嘴中吐出一道声音来 如今 他的心更加地清净自然 豁达洒脱 佛摩图案从体内释放而出 任他观想 而在观想之时 林峰也发现 以前的佛摩之力 半佛半魔 而此次 观想修炼佛摩力量 似乎佛比魔多 呵 林峰心随意动 一拳轰出 一股浮道之镇压力量 轰击而出 要镇压一切邪魔 毁灭诸天堕落 这佛摩之力 这佛摩之力 在自然面前 似乎依旧渺小 但其轰隆的响声 却无疑在彰显着 九转佛魔力攻击的强悍 这次领悟观想佛魔力 竟直接增加了一千佛魔力 到达五千佛魔力 如今 即便不用真元力量 我也能杀选武精六重强者 林峰喃喃自语 闭上眼睛 任由微风吹打在身上 身上的毛孔全部都放松来 感受着这一道道 拂过的微风 无比的舒畅 风 低声一鹤 心随风 人也随风而动 林峰的身体 竟化作一道道残影 顺着那一道道残影 身后 坐在那的萧雅发现 林峰竟出现在了几百米之外 好快的速度 萧雅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异彩 瞬息几百米 如风般飘动 太快了 林峰的身影停下 眼中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真元力量被封住 他若是 仅依靠佛魔之力 依旧远远不行 因为他无法做到玉空飞行 如果没有速度 你攻击力强悍 又有何用 因此 他在地面上的速度 必须要快 哥 萧雅捧着脸蛋 对着林峰喊了一声 林峰身影转过 对着萧雅柔和一笑 道 萧雅 这几天你看都看累了吧 没有 我喜欢看着你修炼 萧雅摇了摇头 道 哥 你是不是准备要下山了 林峰看到 萧雅那清澈的眼睛 微微点了点头 在山上也有一段时日了 他自然是要下山的 血欲大笔 他还是要参加的 哦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 萧雅站了起来 随即小跑着 朝着小屋的方向而去 让林峰叹息了一声 萧雅似乎还是有些舍不得这里 或许 他还在等老人回来 怕老人找不到他吧 但林峰很清楚 老人给自己留下三件东西 显然也是知道自己会离开的 不可能久居深山当中 老人若是回来找他们 也不会只在这山间 不过至少 他和萧雅 可以在这里留下一点记号给老人 这样以后 老人真的回来 也更容易找到他们 身形闪动 林峰跟着萧雅而去 正如林峰所预料的那样 萧雅果然是去给老人留言了 就在老人刻字的那张桌子上 哥 你说 我让爷爷去哪里找我们好 萧雅回归头 看到林峰走进来问了一声 我来吧 林峰上前一步 来到桌前 随意手指在桌上烙字 清晰地写下了几个大字 雪月国 扬州城 扬州城是他的家 无论他以后在哪里 扬州城总会有人知道行踪的 这样的话 只要老人找到扬州城 便更容易找到他了 至于在这上去胡乱地寻找 太难了 扬州城 潇雅喃喃低语了一声 随即对着林峰傻傻的一笑 哥 我去收拾东西了 其实 在这小小的山间草屋 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收拾 对老人和小雅而言 除他们本人外 最重要的 恐怕就是老人要楼里面的草药了 那里面的许多草药都是价值连城 很多林峰他都不认识 甚至林峰明白 那些给他服用的药都是极其珍贵的药 留连了许久 萧雅才将一点点东西收拾好 走出草屋对着林峰笑道 哥 我们下山吧 嗯 下山 林峰牵着萧雅 两人顺着山间小道 缓缓地朝着山脚下走去 走在小道的坡上 萧雅和林峰一块回头 都深深地看了那草屋一眼 萧雅眼中透着是不舍 而林峰眼眸中的是留恋 这山间的草屋 是最淳朴的记忆 这里远离厮杀 远离公立 唯有那勾楼不喜多言的老人 以及身边单纯没有半点坏心思的女孩 这段时日 她的心 很宁静 也许以后 她的心都很难像在这山间草屋 这般宁静了 走在小道之上 林峰将一张人皮面具取出来 随即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这张面具和人脸的契合度 是那么的完美 没有半点的瑕疵 仿佛她本该就是这张脸一样 老人是一名药师 擅长用药 她制造这面具的本领 也是出奇的高 哥 你的脸变了 萧雅兮兮一笑 此时的林峰 是另外一张脸 未有些蜡黄制色的青年之脸 似乎身上有着毛病盘 你都看不出来 别人就更看不出来了 林峰笑了笑 她的气息渐渐地变幻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似乎气质在改变 这样一来 就算再熟悉的人 也忍不住她来了 天峰国想要她死 若是贸然以林峰的身份出现 那些强者 恐怕依旧不会善把甘休 要知道 天峰国为了杀她林峰 可是出动了几十名 玄武精六重的强者 以及一名玄武精七重的强大存在 可见天峰国对于杀她的决心 而且 如今那些人全部被她斩杀了 如若她再次出现 天峰国的人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她斩杀 事实也正如林峰所预料的那样 林峰只要一出现 那日在湖泊上空 现身的天峰国庸太师 以及第一使聂云 便要直接对她下杀手 先斩杀再延其他 不留祸根 对于这些 林峰不得不佩服老人想的周到 既然刻意留下了人皮面具 以及隐秘转变气息的法术给她 若是没有这些 她还真不好 出现在人群的视野中 龙山帝国 天龙城 浩瀚的皇家白色宫殿之外 汇聚着浩浩荡荡的人群 那些站在高台上的身影 一个个气质非凡 而且 他们都拥有一张年轻的脸 这些人 分别是龙山帝国 雪月国 以及天峰国最为出众的青年天才 今日 是参加雪域大笔人选定格的最后一日 明日此时 他们便将前往雪域迷城 雪域迷城 迷一般的城池 同样 也是雪域最古老的城池 拥有着无数的古迹 在这里 经常会有危机降临 也时刻能有机遇零声 雪月十三国每十年的大笔地点 也正式定在雪域迷城 这座不属于任何雪域国度的城池 迷城 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将之吞下 其浩瀚的领域 古老的文明 以及城中的强者 都为这座迷城增添着神秘的色彩 而现在 龙山帝国 以及其两大附属国 就准备最后一次挑选最优秀的弟子 决定谁要前往雪域迷城 其余三大帝国 以及七大附属国的人 恐怕也在同一时刻 随时可能会降临迷城 在舞台的周围 有着浩浩荡荡的人群 他们有人瞻仰着这些天赋其高的青年弟子 目光中露出敬仰的神色 也有人 是来观望战斗 看看已经确定的雪域大比人选 是否还会发生变化 当然也有人眼神中透着凌厉的战斗之意 本来人选都已经确定是不准备发生变化的 但奇怪的是 有消息传出 龙山帝国参加雪域大比的人 有人失约了 也有人失踪不见 因此 龙山帝国发出号召 今日在这里 最后定夺参加雪域大比的名额 雪域大比 还将增添名额 这如何让人群心中能不激动 本章完 第五百七十七章 意志的力量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至于挑选这最后人选的规则 也很简单 只要击败那站在台上的青年 击败其中的任何一人 就足以证明 拥有参加雪域大比的资格 当然 这还不够 毕竟 此次缺席雪域大比的名额有限 只有五人之数 这也就意味着 若是战胜台上的某一人的强者 数量超过五人 他们之间 就要继续战 从这些胜利者当中 挑选出最后的五人 从拥有雪域大比的资格 到真正拿到雪域大比的名额 以前 在龙山帝国 许多人面对的强者 都是龙山帝国那些最杰出的天才 名额被限定死 他们不如 便没有雪域大比资格 但如今不同 一些龙山帝国的天才 只要他们能够击败雪域国 或者天风国的人 同样可以获得雪域大比的资格 他们 有机会不去面对龙山帝国的那些最强天才 理所当然的 许多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天风国和雪域国的人群 这些人 肯定比龙山帝国的人容易对付 此时 有一道身影来到了巨大舞台的正前方 对着人群挥了挥手 顿时人群瞬间 就全部都安静了下来 准备听听此人怎么说 期待的目光 越来越强烈 参加雪域大比 是许多人梦寐以求之事 在雪域大比中 虽有危机 但也有无穷的机遇 能够得到历练 变得强大 今天诸位来此 想必也都清楚 即将会发生什么 我便也不多说 上台战者 可以任意挑选对手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 凡战之人 不得杀人 却可能被杀 也许你们认为这不公平 但事实 就是这么不公平 没有勇气和实力 便不要踏上来战 这人缓缓地说道 让许多人目光都微微一宁 虽然他们都已经知道这结果 但听到当众宣布 许多人还是很不爽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因为这些人 已经是龙山帝国 挑选出来确定的人选 所以他们不能死 即便挑战之人 拥有杀他们的实力 也不能杀 但是 这些人却可以杀挑战者 被挑战 便是受到侮辱 受到蔑视 所有人都清楚 只有他们踏上去 指着别人要挑战对方 对方便会毫不留情地 对他出手 下杀手 只要他们的实力不如人 就有可能死 被人所杀 想要获得这血欲 大笔的资格 确实需要勇气 没有勇气之人 哪敢去接受 这种死亡式的挑战 但真正有大勇气之人 却不会畏惧 他们心中所想的 唯有战 唯有武道 好了 接下来 我将时间留给你们 正午之前 皆可站 那人再度开口说了一声 随即走开来 人群一个个目光闪烁 终于 一到身影凌空跨步而出 来到站台之上 这人自然也是青年 此次的血欲大比 只有年龄不足三十只人 才可参战 这是默认的规矩 根本不需要说 任谁都清楚 此人目光锐利 眼眸直接紧紧地锁定在一人身上 甚至没有去看第二人一眼 很显然 他上来的时候 就已经找准了自己的目标 而他目光说响之人 赫然正是雪月国 云飞扬 玄武镜四重之人 竟也有资格参加血欲大比 出来吧 这人冷漠地吐出一道声音 人群都是暗暗冷笑 的确 这雪月国一方 似乎还有几个玄武镜四重的人 荒谬 这种修为 有什么资格参加血欲大比 云飞扬面无表情 缓缓地站了出来 看着那人道 你挑选我 废话 若是如你这等修为 也有资格参加血欲大比 我龙山帝国 不知道有多少人可去了 雪月国和天风国 浪费了太多名额 这些直接了当地说道 似乎心有不服 对雪月国和天风国的人 他一向看不太爽 就这等修为 凭什么参加血欲大比 好 云飞扬微微点头 脚步缓缓地踏出 朝着那青年走去 每一步踏出 仿佛都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激荡射出 为他拒势 轰隆 一道声音颤响 仿佛阵战在人群的内心当中 让许多的人 心脏也跟着跳动了下 那青年眉头一皱 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的脚步 似乎蕴含一股事 无边浩瀚之事 轰隆 云飞扬的脚步又是一跨 这一步看似缓慢 却是一大步 一步跨出 人群的心脏 又跟着狠狠地跳动了下 是 云飞扬的脚步 蕴含天地大势 云飞扬的境界 天人合一 玄武镜四重修为 天人合一境界 人群瞳孔收缩 这云飞扬的实力 似乎被低估了 拥有天人合一之境界 便有越级战斗的可能 就如临风 他的剑 每一剑与天地契合 人剑合一 天人合一 因此他随意的一剑 都可以与超越他一个级别的人战斗 若是使用剑道意志 则可轻易 跃及抹杀 这云飞扬 除非天人合一之外 似乎还达到了另外一种奇妙的境界 与天地之势的契合 非常完美 这是一种境界 一种领悟 那嚣张上站台的青年目光宁在哪 眉头紧皱 他似乎 挑选错了对手 轰隆 又是一道声音在他的心头颤响 让他的心跟着跳动了下 随即 他便看到 云飞扬一步跨来 简单的一步 却顺息降临他身前 一股天地之压迫力量 全部都压迫在他身上 让他浑身居然间收紧 内心狠狠地颤动 滚 一道霸道的声音吐出 他的心甚至还在颤动 便看到一双肉拳降临在身 一股无形的狂霸力量 轻吐在胸前 让他的身体猛烈一颤 直接飞了起来 在虚空中 洒下一片烟红的鲜血 哄 伴随着那人跌落在地上 人群的心也跟着跳动了下 一拳 那被低估的玄武镜四重强者 击败着玄武镜五重的青年 仅仅只用了一拳 这一拳 带天地压迫之势 无可匹敌 不要再有人来骚扰我 否则 后果自负 云飞扬依旧是刚才的表情 冷漠地吐出一道声音 他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他讨厌麻烦 喜欢清静 为了一劳永逸 索性一拳震慑所有人 而云飞扬的目的似乎也达到了 看到他走回到原地 闭目养神 许多人都将云飞扬 从目标名单中剔除 此人 不能惹 玄武镜四重 能被挑选中 参加血域大比的人 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云飞扬 虽只是玄武镜四重 但一拳轰飞了玄武镜五重之人 轻而易举 谁敢轻视 就连那些血跃国之人 也一个个惊讶地看着闭目的云飞扬 心头震惊 他们 同样不知道云飞扬的底细 云飞扬本就神秘 突然出现 却不显山露水 不经意间走进了血域大比的圈子 直到此次 人群才真正注意到 血跃国的天才当中 有这么一号人在 据说 云飞扬 乃是从断刃城中走出 舞台之下 人群当中 一道面色未有些蜡黄的年轻身影 看着云飞扬 目光闪烁 露出一缕诧异的笑容 这面色蜡黄的青年 赫然正是凌风 而在他的身边 消雅拉着他的衣袖 安静地站在他的身边 目光眺望着上面的人群 看来 大家都被他骗了 凌风心中暗暗说道 这云飞扬 看起来极为的普通 没有任何的不凡之处 凌风虽和他有过几次的接触 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去注意他 今日是云飞扬第一次展露自己的实力 凌风知道 那不是事 不是天人合一 而是意志的力量 本章完 第578章 拳头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云飞扬具天地之势 一拳将那玄武进五重境界之人 轰飞出去 顿时人群都变得沉寂了下来 刚才的激情也瞬间降至冰点 他们意识到 这些站在那上面的人 似乎不那么好对付 不过也有些人 目光依旧风锐 盯着台上众人 虽然云飞扬实力超乎预料 但还有其他人 不信他们也都和云飞扬一样 能距天地之势 形成强大攻击 台上众人当中 站在中间龙山帝国的天才强者 只有两名玄武进五重之人 其余 全部都是玄武进六重 非常恐怖 而在右边 是七名天风国的青年强者 据说这七人 是新的天风七始 秀为最低 都有玄武进五重 无意玄武进四重之人 天风国一方 缺了三人 至于血跃国之人 则在左手方向 段无道自会直接前往血域弥城 段无牙缺席 如今临风失踪 血跃国 缺两人 在这里 剩余七人 这七人 只有其中两人为玄武进四重境界 其中一人 便是八大公子排名最末的羽家羽剑 还有一人 则是刚才已经战斗过一场的云飞扬 其他人 全是玄武进五重境界 以及玄武进六重之人 因此 人群的眼眸 大多数都落在了羽剑的身上 这让羽剑的眉头 瞬间皱了起来 这么多的玄武进五重之人 想要挑战他 看来情形不大对劲 许多人脚步缓缓地往前移动 这一次 他们没有 和刚才那战败之人一样 高调了 都显得沉着冷静了不少 不过却在此时 有一道身影 最先跨步走上了站台 让其余之人的脚步 瞬间停了下来 看着那走上站台的身影 此人自然也是一名青年 不过这青年的脸色 却微微有些蜡黄之色 似乎带着几分病态 然而这病态的面容 并没有让他沮丧自卑 相反 这脸色微有些蜡黄的青年 眼中始终擒着浅浅的笑容 很柔和 很阳光的笑容 那双清澈干净的眼眸当中 似乎包含着淳朴与豁达 嗯 许多人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惊异地看着此人 怎么回事 他们以天眼之术 窥视此人的修为 发现他的气息竟格外的弱小 甚至连玄武进的层次都没有达到 这种人走上去 要挑战玄武进四重 甚至更强的强者 这似乎显得有些荒谬 然而 他们并未看错 那脸色微有些蜡黄的青年 的确是带着灿烂的笑容 走上了战斗的舞台 不仅是下方的人群 就连那些站台之上的众人 看到这缓步走来的身影 也愣了愣 此人实在是太有特色了 浑身气息微弱 脸色透着病态 翩翩笑容还如此的阳光 而且 更诡异的是 在此人的身后 竟还有一扎着马尾辫的女孩 安静地跟着走了上来 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左顾右盼 眸子中满是天真的好奇 这样的一对组合 实在很难不吸引人群的注意 你们 走错地方了吧 此时 刚才受到无形压迫的语见 感觉人群的目光 都从他的身上移开了 顿时感觉浑身 都放松了些 目光也看向这走过来的两道身影 淡淡地说了一声 凌峰当然没有走错地方 他怎么可能会走错地方 对面的那些人群当中 本来就应该有属于他的位置 但现在 他却以另外的身份 站在了这里 微笑着摇了摇头 凌峰看着语见 眼眸中没有仇 没有痛恨 只有那种看陌生人的默然 我妹妹说 想要去看看雪域大笔 所以 我便上来了 正好今日有机会 能够争取一个雪域大笔的名额 我当然不会错过的 凌峰淡淡地说了声 让人群目光又是一致 天真的家伙 他妹妹想看雪域大笔 有能力的话 那便敢去雪域迷城吧 他难道不知道 走上这站台 意味着什么 哦 语见的长眉如见 让他那双眼睛 显得格外的锐利 虽眼中带着浅笑 但依旧 仿佛要将人都刺穿来 那你是准备要挑战 我们中的哪一位 语见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细血之意 似乎是想要将刚才人群 蔑视他之时所生出的不满 找个宣泄的地方 而凌峰此时上来 似乎正好让他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当然是你 你没看到 他们都想要挑战你吗 凌峰依旧灿烂地笑着 但这笑容 却让羽见目光一宁 眼眸越来越锋利了 此刻的他已经将凌峰定义为 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了 但就这么一个蠢货 竟也要挑战他 来到龙山帝国 自然要汲取龙山帝国的精粹 这天眼之术 虽在雪月没有见到 但在龙山帝国却很普遍 羽见也修炼了 一眼就看得出 凌峰的气息 有多么的微弱 弱小的可怜 玄武镜都远远没有 但即便如此 凌峰要挑战他 那你知不知道 你的决定 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让你死在这里 羽见的眼神越来越锋利了 盯着凌峰道 你死了 你这水灵灵的妹妹 谁来帮你照顾 我最讨厌他人 辱及我妹妹了 今日 我会抽你十个耳光 凌峰淡淡地说了一声 似乎此时已经成为定局 羽见 要被抽十个耳光 不知死活的东西 懒得和你废话了 羽见终于没有了耐心 眼中的笑容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目光也变得风锐冷漠了起来 脚步一跨 他整个人就如同一柄锋锐的利剑 要将凌峰刺杀 一缕剑翼 朝着凌峰刺杀而来 让空间发出呼啸的声响 凌峰穿着的那件普通衣衫 也在剑气之下不断地漂浮着 仿佛随时可能在剑气中被撕裂掉 唯独凌峰的眼眸当中 依旧透着那股淡漠的笑容 淡漠从容的笑容之中 是可怕的冷静与自信 吃 吃 可怕的锐利笑声越来越烈 于剑的脚步看似不快 但转眼间已经到达凌峰的身前 那冷漠如剑的锋锐瞳孔 距离凌峰越来越近 那股压迫之力也越来越强 你死了 若是你妹妹愿意的话 也许少爷 我可以帮你照顾几年 于剑冷力地吐出一道声音 一指朝着凌峰的眉心之处刺去 这一指就如同一柄剑透着剑气寒芒 若是凌峰被这一指击中可谓必死无疑 果然 宇剑是要那人的命 人群看到宇剑那一指顿时心头豁然 好狠辣地出手 但这也是正常之事 若是换一人 同样可能会下杀手 这人是在找死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凌峰出拳之时 朴实无华的一拳 没有任何绚丽的光芒 没有任何可怕的气息 唯有一拳 肉体之拳 凌峰 他要用他的拳头 去抵挡宇剑含有剑意的意志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拳 岂能宇剑碰撞 他们仿佛都已经看到 凌峰的拳头 被宇剑的意志刺穿来的情景 终于 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下 宇剑的如剑的意志 与凌峰的拳 终于碰撞在了一拳 拳头没有被刺穿 献血也没有绽放 他们只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 似乎是骨头碎裂了 齿骨 啊 一声痛苦的嚎叫之声 在人群的耳膜中颤响 却直颤入人群的内心深处 惨叫之声 是从宇剑的嘴中吐出来的 他那如剑的意志 没有刺破凌峰的拳 相反 人群分明看到 在凌峰那一拳之下 剑之指 断裂 拳头 竟胜过了剑 将剑之指折裂 这一拳 真的仅仅是普通的拳头 拍 一声清脆的声响再度传出来 让人群的心 又跟着跳动了下 本章完 第579章 羞辱的耳光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这一道清脆的声响 是耳光之声 凌峰的手 抽在了宇剑的脸上 下手并不太重 但这一耳光 足够让宇剑颜面丢尽 而且 这还不是结束 凌峰可是说了 要抽他十个耳光 拍 拍 拍 清脆之声不停地传出来 凌峰的手掌快如幻影 一次次地抽打在宇剑的脸上 同时 也抽打在他的心里 十个耳光过后 凌峰停了下来 看着那还在发猛的宇剑 蜡黄的脸上 依然含着灿烂的笑容 但那笑容 却让人怎么看 都觉得邪意 到现在 众人还没有弄明白 为何凌峰身上的气息 如此地弱小 但玄武镜四重境界的宇剑 在他面前 只能不停地被抽打耳光 他们自然不知道 凌峰修炼九转佛魔功 完全周天大循环 如今 已经拥有五千九转佛魔力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不使用那五千佛魔力 凌峰的肉体力量 也有玄武镜五重境界 玄武镜五重的肉身 随意轰出的一拳 就相当于玄武镜五重强者 使用神通法术攻击 这一拳落下 雨剑他曲曲一根手指头 焉能不断 他与凌峰对抗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找死行为 本来只打算抽你十个耳光 但就凭你后面那句话 再加十个耳光 凌峰淡淡地吐出一道声音 雨剑还站在那看着他 就那么愣在那 似乎连反抗都忘记了 而此刻 凌峰他说要再抽他十个耳光 似乎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事情般 仿佛再正常不过了 凌峰想抽他的耳光便能抽 咻 咻 一股可怕的剑意释放而出 雨剑整个人突然如一柄剑 无比的丰锐 这柄剑仿佛就要出窍 白痴 哄 又是一道闷响之声传出 凌峰的拳头 直接轰在了雨剑的胸口 他的心脏位置 让他整个人腹部凹陷 浑身的剑之意境 瞬间全部泄掉 消散于无形 像你这种人 都能站在这舞台上 真是一件耻辱之事 凌峰的嘴中 又吐出一道声音 随即 拍拍的耳光之声 起伏不断 凌峰 再抽雨剑十个耳光 下手依然不中 但每一个耳光 都仿佛是一柄刀 插在他的心脏般 痛 强烈无比的痛 凌峰 是在折磨他的精神 摧毁他的意志 毁灭他的武道之心 每一句话 每一个耳光 不会让他身受重伤 但对他的打击 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凌峰 虽不能杀雨剑 他也不重伤雨剑 而是要在精神上 将他摧毁 毁灭掉 雨剑 只是第一个 还有雨晴 乌青 以及那两名黑衣青年 凌峰都暗暗记住了 再豁达的心胸 也有其仇恨的一片天地 这些人 要他凌峰的命 凌峰自然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也许他们到死前 才真正会见到 那化作死亡之神的凌峰 恥辱 滚 最后 凌峰一拳轰在了雨剑的身上 让雨剑的身体飞了出去 随即重重地跌落在地 玄武经四重的雨剑 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如此的狼狈 人群从头至尾地 看着凌峰月败雨剑 他们的眼眸 都睁得很大 仿佛是想要看清凌峰的能力 但他们失望了 凌峰至始至终 就没有使用什么奇特的能力 只有朴实无华的拳头 和清脆的耳光 但正因为这没有任何奇特 反而让凌峰 显得如此的突出 肉体力量 这是属于肉体的力量 人群的心轻轻地颤抖着 脑海中想起了一道身影 凌峰的气息很弱小 甚至不到玄武之境 看起来不堪一击 所有人都认为 他会被雨剑虐杀 但凌峰今日 无疑是给他们上了一课 除了气息之外 还有一种力量 是人最为本源的力量 肉体的力量 只是 他们太久没有看到过 甚至从来就没有看过 肉体强大的午休 凌峰 是个另类 修炼肉身的功法 早已随着时代的更换 而不断地流失 武道修饰 修炼神通功法 修炼刀枪剑戟 风火雷电 修炼强悍 充满毁灭力量的武技神通 修炼各种层出不穷的法术手段 唯独很少见到 有人修炼肉身 然而 他们今天看到了 武道的力量 绝非只有法术神通 肉身的力量 可以瞬间摧毁一名实力强大的武修 用朴实无华的拳头 将宝涵建议的 一指轰碎裂 用那没有任何真元光芒的手掌 不断抽打着 一名玄武镜四重强者的耳光 让对方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肉体 是另一个领悟 他们很少见识到的领域 站台上的青年 此刻都真正仔细打量起林峰来 依旧是那张微有些蜡黄的脸 身上浮动的气息 是那么的微弱 但他的笑容 依旧是那么的清澈 那么的灿烂 他们这才真正的感受到 那灿烂的笑容当中 蕴含着的自信 浑然天成 那是一种骨子里的自信 这带着病态的青年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即便所有人都以不屑 以蔑视的目光 等待看他的笑话 但他不在乎 真正内心强大之人 不会在意 任何他人异样的目光 事实 会证明一切 有趣 云飞扬看着林峰 喃喃低语了一声 第一场战斗 他给了大家一个意外 一个惊喜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第二战 也许人群都认为 不会再有意外发生 然而 第二战 带给人群的震惊 丝毫不比第一战要弱 这一战 让他们意识到 午休 还有另一类存在 修炼肉身之人 林峰的目光 从宇剑的身上移开来 宇剑 宇晴 这两位宇家之人 不是他的目标 只是两个迟早要被他摧毁的 垫脚石而已 在林峰的眼中 他们 根本还排不上号 也许他们心中正为林峰的失踪 而感到兴奋 以为林峰此人 已经永远地死在了那一夜 从此将消失于世界 他们根本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已经一只脚 跨入了死亡的深渊 只差一步 便是万劫不复 台启的目光落在了那舞台上的一道道身影身上 那些人中 雪月国之人 林峰 自然都认得 天峰国 全新的面孔 七人 天峰七始 至于龙山帝国 那日前往他们一管挑衅的人都在 另外 林峰还看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天龙城第一世家 千金唐悠悠 依旧是那么的惊艳 站在那 便鹤立鸡群 让人不敢直视 在他右边隔了一人 则是另外一同样美得令人窒息的女子 和他齐名的清梦兴 此时清梦兴那嘴角挂着的浅笑 依旧那流转的秋波 不知道勾走了多少人的心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 是冲着他和唐悠悠二人而来的 真正让林峰震惊的是 站在两女中年的那人 在两位绝世家人中间 他是那么容易被人忽略 无视 但当林峰的目光 真正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错了 这样一个人 无论站在哪 都不会被人忽略无视的 即便他显得很平凡 很普通 但那股无形中流露出气质 没有人会感觉到 他站在两位绝世家人的中间 会有任何的不和谐之处 仿佛 他本就该站在那个位置 站在两女的中间 人群的焦点 而且 此人林峰也见过 在星辰殿中见过 林峰还记得 有一个跟着他的女子 名叫黎恨 玄武进五重修为 他说是他的妹妹 但林峰却不怎么信 另外 与林峰交易血魂草的老人告诉林峰 在星辰殿 有些人是可以影响规则的 这青年 便是其中之一 此刻看到他 林峰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名字 皇室 龙山帝国 青年第一人 君墨西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章 七人胜出 小说 绝世武神 作者 静无痕 雪月国断无道 八大公子之首 霸道武道 顺者昌 逆者亡 天赋绝伦 无人不惧 而君墨西 龙山帝国青年第一人 没有那绝世的霸道 嘴中似乎情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很普通 然那股气质 却唯有仔细去看才能体会得到 段无道 何君墨西二人 不知谁更强一份 林峰明白 以他如今的实力 现在是无法战胜这两人的 甚至唐悠悠和清梦兴 都比他强不少 林峰抬起脚步 走到了站台的一旁 人群的心渐渐恢复平静 从那一抹惊讶中走出来 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站台之上 只有云飞阳和雨剑 是玄武进二重修为 而如今 云飞阳证明了他的强大 雨剑 似乎偏弱小 但是他们 却因为谨慎 没有抓住机会 被林峰抢占了先机击败 受伤 那么现在 他们显然是 不能挑战雨剑的 那样 就毫无意义可言 也不会被人所认可 至于剩下的人 则都是玄武进五重 甚至境界更高的强者了 想要对付 更难了 这五个名额 也不是那么好争夺的 要用命去拼 我来试试 此时 一道身影跨步而出 此人一脸冷漠 踏步走上站台之上 他的手指 直接指向了雪月国一方 那身着黑色衣衫的两人之一 那两人 都是玄武进五重修为 出现在雪月国的阵营当中 林峰 也不知道 他们真正的身份 那被手指着一人 目光阴冷 风锐无比 缓缓地踏步走出来 身上 一股霸道之意 疯狂地绽放而出 面色越来越寒 好冷的气息 人群目光微宁 这人 站在那里 便让人感觉到他的锋利 如今走出来 这股锋利 更加霸道强大了 全部都显露出来 不过那上台挑战的男子 同样不弱 冷漠的眼眸当中寒芒暴闪 浑身上下都是强烈的战斗之意 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样 是用刀之人 你的刀 出来吧 这挑战之人 冷漠地吐出一道话音 缓缓地解开他 背上背负着的包袱 里面 赫然是一柄刀 古朴 而又透着风锐之气的刀 刀上 刻着一条条沉睡的青龙 是好刀 黑衣男子冷冷地吐出一道话音 他的手 却放在了腰间 缓缓地道 我的刀 不出翘 出翘必见血 你死的那一刻 便会看到我的刀 你太自大了 冷漠青年青龙之刀在手 刀之意更加凌厉霸道 让狂风都呼啸起来 他整个身体的周围 都仿佛形成了一股刀之气流 在不停地刮过 旋转 而黑衣男子的身上 也在同时吹起一股裂风 黑色的衣衫烈烈作响 整个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沉寂的肃杀之气 站吧 冷漠青年脚步跨出 瞬息就是一刀斩杀而出 没有任何的犹豫 好 这一刀斩落 竟有青龙怒吼之音滚滚而出 他刀上雕刻着的青龙 仿佛活过来了 化作虚幻的青龙之影 朝着黑衣男子张牙舞爪而去 仿佛要将对方给撕裂 斩 黑衣男子面色冷漠 双手化作利刃 两刀刀芒从他的手中斩出 那青龙之身竟直接被劈裂 然而此时 冷漠青年的身体却跨过来 临近他的身体 身体一跃 凌空之刀斩杀而出 吼声再度响起 这一次是五条青龙之影咆哮 疯狂地怒吼 朝着黑衣男子撕咬过去 要将他撕裂 黑衣男子脚步微微一踏地面 身体后退 迅捷无比 他的身上 全部都是恐怖的真元刀芒 轰隆隆 身体微微拱着 一道道可怕的真元之刀斩杀出去 朝着那些青龙虚影斩出 将青龙影子劈开 而他的身体如幽灵幻影 非常的快 捉摸不透 杀 一道冷漠的声音从他的嘴中吐了出来 只见他的身体竟然没有继续在后退 而是朝前方杀过去 依旧是幽冥魅影 左右藤魔 真元之刀不停地斩杀出去 他的身体越来越靠近冷漠青年 冷漠青年的刀走的是霸道技巧 而这黑衣男子则是清零飘逸 他的刀不出 一出定将非常可怕 也许当他的身体靠近冷漠青年的时候 就是他刀斩出之时 青龙刀法果然没有挡住黑衣男子飘逸的身法 以及那一次次斩杀而出的真元之刀 他的身体距离冷漠青年越来越近 终于一抹寒光如幽灵般闪烁而出 清零飘逸 快到极致 许多人都只看到了光 没有看到刀 这一刀将是致命之刀 冷漠青年脸色微变 浑身真元力量倾吐出来 恐怖的刀之气息强烈无比 而他的青龙之刀逆转 朝着对方的刀闪烁而去 然而只听到痴痴的声响传出 火光闪现 两柄刀之刀刃贴在一起划过 那柄锋利的柳叶刀插着青龙刀的刀身 划向了冷漠青年的咽喉 这一刀要将他的脖子割裂 就在此时 那冷漠青年的眼中 惊慌突兀间消失 出现了一抹笑容 邪一样的笑 裂 青年怒吓一声 顷刻间 他那青龙大刀竟直接裂开了 一柄柄短刃 朝着黑衣男子的脑袋刺杀过去 两人相距的距离太近了 若是黑衣男子 执意要斩他的脖子的话 他自己也必死无疑 而且谁先死都还一定 脸色难看 黑衣男子瞬间做出了决定 刀身一旋 身体朝下仰 那些刀刃从他的身体的上空擦过 而也在同时 他只觉一股大力传来 他的刀背震退 而一柄断刃 正对着他的咽喉 他眼眸看到的 则是那冷漠青年 一脸冷漠的邪意之小 你败了 冷漠青年冷冷地吐出一道声音 那黑衣男子脸色阴森 你竟使用这种手段 手段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自己狂傲自大 怪谁 若今日是生死之战 你已经死了 谁会计较什么手段 冷漠青年冷笑 让对方目光微宁 我败了 吐出一道话音 黑衣男子感觉脸上无光 他是血跃一方第二个战败的人 三人就败了两个 冷漠青年将断刃收回 随即脚步缓缓地跨出 走到凌峰的身边 他是第二个 获得血域大笔资格的人 只要能留到最后 血域大笔 便将有他的名字 两人了 人群看到凌峰和冷漠青年胜出 顿时心中燃起了欲望之火 人群当中 有不少玄武进五虫秀为强者 凌峰两人能胜 他们为何不能 这血跃国一方 还有不少玄武进五虫之人 另外 天峰国那边也有不少 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目标 被挑战过的不能 不能连续挑战 至少要让他人恢复至巅峰才可 因此 人群只能寻找其他的目标 在他们眼中 这些站在台上的人 很多都是猎物 而事实上 也的确有许多人走上了站台 去猎自己看中的猎物 到达正午时分 这一场战斗已经有八人战死 六人受重伤 全部都是挑战失败的人 当然 挑战成功的人也有不少 凌峰和冷漠青年之后 又有五人挑战胜利了 他们也拥有了跨入血域 大笔的资格 胜利 代表他们比站在舞台上的其中一人要强 七人 七人胜出 没有人再继续挑战了 死亡率与重伤率都比胜率要高 而且这些挑战的人还都是顶尖之人 接下来剩下的事 便是从这七人中挑选出五人 他们五人将可以代表龙山帝国一方势力 参加血域十三国的天才盛会 本章完